韩清夏看着这群人冲他们摆摆手 大家全都凑了过来 加入你们后天天有肉吃吗 大家板着脸认真思考了一下 摇了摇头 加入你们后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吗 能天天自由自在吗 大家再摇了摇头 加入你们后遇到不爽的是不爽的人能直接杀吗 大家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韩清夏微笑地看着他们 那我为什么要加入你们 大家一下子哑口无言 为了荣誉 这时唐俭站起来骄傲道 荣你MMP 韩清夏一脚把他踹飞 荣誉就是你们在外面跟个傻逼似的拼死拼活 最后连救援都没有 荣誉就是你们跟个丧家之犬一样 跪到我面前求我收留 荣誉就是你们要什么什么没有 要你们冲锋陷阵第一名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荣誉早就崩了 秩序一旦瓦解就回不去 以后基地割据只会越来越严重 你们现在效忠的 只是一个给不了你们任何东西 任何保证的K1基地 韩清夏冷然把他上辈子 经历的十年变迁告知给他们听 末日是一个全新的机缘 所有的秩序都瓦解 国家机器崩盘后 也有几方力量也想挽救 但是时代的洪流 根本不是他们能掌控的 各地基地崛起 全新基地文明是大势所趋 一切想要恢复旧时代秩序的 都是开倒车 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末日结束 秩序重新稳定 至少在丧尸病毒没有彻底解决之前 这一切都是做梦 未来的文明是基地文明 荣光也是基地荣光 韩清夏深知 这些人回去之后 只不过是K1基地里微不足道的小兵 以至于连救援都懒得派人来救援 因为他们不配K1基地为他们牺牲 但是你们可以跟我干 跟我干 我能让你们吃得上肉 不被任何人拘束压迫 遇到不爽的事和人全都杀了 一切我韩清夏的领地 皆是你们自由之地 韩清夏微笑地鼓动着他们 唐俭等人全都瞪大眼睛看着他 就在这时 他们身后的防空洞大门打开 一道冷清好听的男生响起 这位韩清夏小姐 谢过你的好意 韩清夏转过头 就见身上破破烂烂 包着纱布的年轻男人 从他防空洞里走出来 看到他的一刻 他面前所有大汉 全都激动地站起来冲了过去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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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只有徐少阳还留下来了 他惊喜地看着已经好起来的陆其言 眼里激动 最终行动还是没有动 留在韩清夏这边 感谢韩小姐 陆其言在和自己手下团聚之后 走到韩清夏面前 在我受伤这段时间 照顾我手下人 陆其言感激不尽 韩清夏懒洋洋地站起来 别就会说空话 感激就会实际的 你这些人在我这里连吃待喝四天四夜 拿点东西来 众人 队长 你别听他的 我们这几天 可给他没日没夜的干活了 我们吃的喝的 都是自己劳动患的 没白吃他的东西 嗨嗨 韩清夏重重咳嗽一声 他瞥着这群白眼狼 你们也好意思讲 现在是什么时候 要是没我收留你们 你们就是把活干到死 都不会有人给你们饭吃 众人 以前的最黑心资本家地主 也没韩清夏心黑呀 瞧瞧 这说的是人话嘛 但是这群人一个个全都敢怒不敢言 面对韩清夏的强权霸道 他们只能躲在自家队长身后 陆其言略感惊讶地看着自家 这几个被降助的队员 对韩清夏道 我会给你物资补偿 算你搭救我们的感谢 什么时候 等我们回去 等不了 韩清夏直接摊开手 不舍账 可是我们现在身上没什么物资了 你自己想 想从我这里离开的话 就必须给我出门费 众人 新时代韩八皮 大家再度被韩清夏气得 恨不得上去比划两下 但是奈何 对方是韩清夏 他们只能忍着 陆其言脸上 倒是全程没有任何表情 他思索了一下 这是道 我的背包呢 这里 老大 唐简把他的背包递了过来 陆其言打开包 从里面拿出一袋 自封带封好口的透明袋子 里面是满满一袋 透明闪耀的金石 这个可以吗 丧尸惊合 韩清夏顿时眼睛就亮了 拿来吧 你 韩清夏一把夺过目测 三四十枚丧尸惊合 行吧 勉强算你们交够了 你们可以走了 陆其言看到韩清夏 能从自己手上 把东西直接抢走 眼睛微亮 速度 力量都不是一般 这个女人 果然不是一般人 她没再说话 连起心神 环顾自己这一圈队友 我们是该回去了 大家都把东西带上 现在就反常 是 唐简五人 立马去把自己的背包拿起来 陆其言这时 看向迟迟没动的徐少阳 少阳 你怎么不去 队长 他去不了了 唐简第一个把包背上 走了过来 他现在是女王大人的人 贺张平腿也好了 精神抖擞到 陆其言的眉头立刻皱起 队长 少阳为了救你 把他卖给了韩大姐 齐明堂给他解释 要不是他当时被大姐大看上 咱们还未必得救 王衡道 没错 李林道 陆其言越听越震惊 越听眉头越紧 这时 徐少阳从口袋里 拿出自己的徽章 队长 我不能跟你回去了 CE部队特战队徐少阳 徐少阳立在原地 他大一声进了一个军礼 陆其言严肃看着他 归队 喂 我的人 你指挥谁啊 陆其言看向韩清夏 韩小姐 欠你的人情我一定会还 人我一定要全带走 我手下的人 一个都不能少 老子的人还一个都不能少呢 金河 一百枚 陆其言冷力道 不换 一千枚 多少都不换 就在两边胶着时 徐少阳道 陆队长 我是自愿留下来的 徐少阳目光坚定地 看向陆其言 同样 陆其言也是这样看他 他们特种兵小队里 所有人的感情 都不是一般的深厚 末世没降临之前 他们一直是战区里的 王牌战队 执行的都是 难度最高的特战任务 边界保卫战 海外救援战 突袭野战 陆其言是他们队长 带着他们无数次出生入死 保家卫国 也带着他们所有人 走向荣耀最高点 所有人都把陆其言 当作最值得信赖的大树 对他无条件拥护 信赖 跟随 他同样不论遇到任何事情 都不会抛弃任何一个成员 只是现在 你真的想好了吗 对峙过后 陆其言道 是的 陆队长 陆其言不再说话 他接过徐少阳手心的徽章 我暂时替你保管 想回来 随时 徐少阳眸光赶出了一下 最后依旧坚定 陆队长保重 韩清夏全程看着他们这些人分别 他撇了撇嘴 懒洋洋地打开大门 给他们走 这些人走的时候 一一和徐少阳抱了一下 好似一辈子分别一样 事实上 这也是极有可能的 现在是漠世了 谁都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 一旦分别就可能是永久 唐俭走到门口 看着韩清夏 跟他打招呼 大姐 我走了 你别欺负少阳 老子以后 顿顿大鱼大肉欺负他 吃不完倒 唐俭 当他没说 当他没问 贺章平走过来 女王大人 以后不见了 麻溜的滚 晚了一步 给老子留下来当长工 贺章平 清明堂和王衡李林三人话不多 只跟韩清夏点了下头 倒是跟狗子们一一告别 这几天是他们天天伺候夏天他们的 给他们洗澡 喂饭 禅食 无形中 竟然也有了几分感情 再见了 我们走了 汪汪汪 汪汪汪 汪汪 夏天带着众多狗子 围着他们转圈 似乎很奇怪 这群人要去哪里 他们不是主人的长工吗 怎么看起来要走了 该不会是想叛逃吧 夏天带着狗子们奔跑出去追 都回来吧 韩清夏对他们喊着 狗子们全都听话地回来了 夕阳西夏 这群人下山而去 韩清夏惯来不强流 根本没必要好吧 这年头是他们求着他收留 不是他求着他们 要不是看这些人资质不错 外加是徐少阳的队友 他都不会主动抛出两次橄榄枝 招揽他们 他们既然要走 自己选自己的路 他是不会挽留 更不可能再给他们第三次橄榄枝 再一再二不再三 如果真的收留他们 也只有他们跪在地上求他 夕阳西夏 落日余晖 一群穿着迷彩服的男人 向着山下而去 韩清夏看了一会儿 就回了自己防空洞 走了更好 他住自己没有任何外人在的家里 更舒坦 次日 韩清夏醒来 特战队那批人走后 他的生活重新进入正轨 因为家里一个新成员 韩清夏现在也多了一个 非常有力的帮手 徐少阳每天一大早 会比他早起来两个小时 把防空洞外的菜卫生都收拾一遍 他现在终于不用自己干活了 还有个好消息 是他养的羊已经长大了 这两天观察 两只山羊已经配对成功 看起来没多久就有羊奶了 然后上午 王云朵会过来 给他送每天居民铲除 韩清夏的物资越来越多 为此 他给徐少阳增加了一项权限 鉴于他的忠诚 给他打开一个仓库的出入权 让他把每天的物资都放进那个仓库 韩清夏现在一共有三百个大仓库 以及一个超大的系统空间 食物绝大部分还是放在自己系统空间内 他防空洞空间都是存放的产出物资和少量库存 领主大人 这是你上次给我的种子 我爸爸培育出来的草莓 韩清夏看到今天王云朵代的食物里 多了一小盒鲜嫩红艳的草莓 眼睛一亮 他上次给王又鸣的就是一包草莓种子 没想到他真的培育出来了 韩清夏对此很满意 他又拿了一包麦子种子给他 额外奖励了王云朵一包糖 带回去你爸爸 让他继续种 种好了 有奖励 这就是奖励 是 谢谢领主大人 王云朵这段时间有肉吃有奶喝 气色已经和最开始大不一样了 小奶娃都漂亮了许多 他拿过韩清夏给个东西准备走 刚转身想到一件事 领主大人 我爸爸说 你这里有没有食用盐 我们想跟你交换一点盐 韩清夏听到这里 转身回去拿一包盐外加一张单子 上面都是各种常见的物品 比如油盐酱醋 洗发水 香皂 鸡蛋 鸡肉 等等物品 每一样后面都标注了兑换价格 以积分为单位 一包500克的食用盐一积分 一壶5L的油石积分 一瓶洗发水十积分 一枚鸡蛋一积分 而积分是用食物来换取 让王佑鸣多多种植 多多产出 一斤产出粮食一积分 韩清夏还特意备注 如果有稀缺食物或者物品 可以提价回收 韩清夏制定的积分制度 非常有激励性 王佑鸣看到这个 开始了全力产出 带着老婆拓展耕地 开始给韩清夏种植 以便于兑换物资 把他唯一一户居民安排好 韩清夏让夏天带着几条狗留守基地 他今天和徐少阳 以及几条狗子们 再度外出拓展领地 收集物资 老大 昨天我们回来的那条公路上 还有不少物资 前面似乎是有重大车祸 所有车辆都堵在上面 好 去那里 再拓展一块出来 韩清夏开上自己的大装甲 让徐少阳开车 直奔他们昨天探索的区域而去 一个半小时后 韩清夏看到了一条高速公路 那里果然有大量的物资 韩清夏面前 是高架高速公路的 八车道收费站 一场极为惨烈的车祸 将这个高速公路完全封死 前后都是被堵得结结实实的车辆 尤其是前方上了高架的高速路面 绵延笔直的路上 所有的车辆全都搁置在高架上 一眼看不到头 说不出的壮观 韩清夏简单扫尸一圈 就看到高架上堵了一大行快递车 目测最起码有四五十辆 红色绿色白色的快递集装箱车 全都卡死在路面 冷纤车 集装箱车 露天货车 还有装满跑车的半挂车 一看就知道这是初试那天 准备驶入A市给A市供货的 但是这些货还没下高速高架 就全堵在路上了 徐绍阳昨天带着同伴们 搞回来了四辆快递车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这里还有非常多的物资 绍阳 你先在这里清理车祸 我先上去看看情况 好 韩清夏从装甲车上跳下来 给徐绍阳布置了任务 他们想要把上面的物资都拿下来 肯定得清出一条道路 同时 他留徐绍阳在下面清理 他先上去吸一波物资进空间 等一下只需要随便 再开一辆车回去就够了 他把狗子们放了出来 留两条陪着徐绍阳 其他的全都跟着他上去 车祸附近没什么丧尸 看起来是昨天徐绍阳他们清理过的 韩清夏徒步穿过车祸核心区域 走到了收费站 收费站人工口里 倒是被关了一只丧尸 他身上穿着收费员的制服 发往夹斜在凌乱的头发上 头从开了一道缝的玻璃窗上探出来 画着完美妆容的脸 没有任何的颜色 体肤干扁贴在骨架上 脸上手上布满黑色像爬虫一样的血管 灰白浑浊的眼睛 贪婪兴奋盯着韩清夏 从窗户缝里伸出 被咬得只剩下一根手骨的手 去抓韩清夏 吼 砰 一柄长条铲子顺着窗户边缝隙 精准插入收费亭 韩清夏抓着铲子横一刀 利落地拔出铲子 一枚拇指大小的闪光晶石 就被铲子带了出来 随之 那个收费员 丧尸就彻底倒下去不动了 韩清夏戴着手套的手满意地拿过金石 装进一个塑料袋内 走的时候 看着还垂在收费口的一截骷髅手臂 他向他掌心丢了一枚一元游戏臂 别说我没给过路费 在后面清理路面的徐少阳 看到这一幕 狠狠被韩清夏摔一秒 韩清夏的身手真的摔爆了 杀起丧尸利落到 他都觉得惊艳 好像韩清夏已经杀过最起码过万的丧尸似的 没有一丝累赘动作 精简暴躁 意气致命 漂亮到他都觉得 他们这些特种兵都自愧不如 他们尚且做不到韩清夏这么干脆利落 更要命的是 韩清夏身上竟然还有一股该死的暴徒优雅感 越狠越帅 如同一头穷凶极恶的孤狼 每一次搏杀都带着极致的暴力美学 关键他还是个女人啊 这简直能帅死他 徐少阳被韩清夏摔完后 放心地让他去高架上 自己也更加卖力地清理道路 韩清夏单手拎着铁仙 身后跟着几条奔跑的狗子 恭喜发财 看着前面 红包拿来 看着后面 红中白板 守着我左右 韩清夏连连检查了好几辆车 找到一辆钥匙插在上面 车上有足够油 车况完好的货车 把这辆定位等下要开走的车 他给徐少阳发了通知 就跳过这辆车去吸别的车的物资 他跳到一辆集装箱车车尾的横杆上 徒手把锁给扯下来 系统奖励过的身体 他力量已经达到变态地步 把集装箱门打开后 他面前出现了一整车的快递箱子 韩清夏一个不留 全都吸走 拆盲盒是等下回去的事了 先赶紧抢物资 韩清夏吸完一辆之后 跳到下一辆快递公司的专车 集装箱式的快递车 统统暴力破锁打开 那种敞篷式的就更简单了 韩清夏直接跳到车顶 撕开挡雨棚 钻进车厢内去吸 平均一辆车 能给他贡献十立方左右的物资 这四五十辆货车 给韩清夏贡献了四百多立方的物资 差不多是把一个近两百坪的房子 里里外外填满 唯一有点遗憾的是 这里面有三辆冷冻车 韩清夏打开冷冻车门时 里面的东西全都臭了 扑面一股恶臭味 末世开启一个多月 这些要冷冻保存的东西 当然早就坏了 韩清夏只能遗憾地放弃那几辆车 等到他把这些物资都装得差不多了后 徐绍阳那边也清理出了一条路 老大 我们可以走了 韩清夏此刻正站在一个车顶上 他刚刚清理完最后一辆车 听到耳麦里徐绍阳的声音 他了然地准备返程 这时 他注意到了前方一千米左右 被堵在一堆车辆中的三辆油罐车 他目光往那里一看 加油站 油 杨子 先把标记车开下去 再把装甲车开上开清理路面 我要高架让出一条道来 带走油罐车 徐绍阳听到这里 二话不说 是 韩清夏带着狗子们向着一千米处的加油站跑去 等到他靠近加油站 终于看到了丧尸的影子 不大的加油站上 三三两两的丧尸 游荡在加油站的空地和超市中 加油站里的小超市早已一片狼藉 看得出 当时所有车辆被堵在高速上时 一群人奔跑 不少人逃到这里面试图求救以及抢物资 只不过跑到这里的也没能跑掉 全都变成了丧尸 而且因为这个地方是整条路上最大的聚集点 所以路面上很多丧尸之前都追着人跑完了 这里面还有不少 此刻他们在加油站附近游荡 听到了韩清夏这个大活人跑来的声音 这些丧尸们都火了过来 一个个由原来慢吞吞 机械的行动变成了疯狂癫狂 哦 哦 汪汪汪 哇 发财冲在最前面 一个横扑把丧尸给扑倒 哇 一爪子下去 把他的脑袋给拍飞 紧接着 韩清夏其他狗子们也都相继扑上 夏天被他留在基地看守 带出来的同样战力非凡 这些都是当初最优秀的军犬 扑杀丧尸根本不需要韩清夏多教 他们就已经学会 韩清夏给他们每只狗准备了护甲 保护他们脆弱的腹部 极大的给他们增加了防御性 所有狗子们上前三两下 就把扑上来的丧尸群给咬死 韩清夏也一路连杀带阳 把剩下的丧尸给清理掉 杀起来又快又狠 所过之处就是被分尸的丧尸 每个脑门都被弯开一道口 有些丧尸有金盒 有些没有 还是没有的多 等到冲到加油站时 韩清夏收获了十几枚金盒 而丧尸基本都清掉了 韩清夏连小超市都懒得进去 率先先去收油 他看了一眼徐少阳 趁着他把那辆库存车开下去的时候 他把两辆满满当当的油罐车 先收进自己空间 留下一辆不太满的 给徐少阳等下开 而加油站的加油枪里面的油 韩清夏尝试将自己空间隔离一下 分区 因为他没有容器来装这些油 他只在附近找到几个空桶 没想到 他这个念头升起之后 精神力掌控在空间中 他的空间真的开始分割了 韩清夏大喜 因为他记得 自己获得空间奖励时 是一立方一立方的奖励 那么应该是可以分割开来的 他的想法非常对 空间被他分割成好几块小立方 韩清夏这才紧抓着油枪 开始疯狂的吸油 等到徐少阳开着装甲 把路面车强行推开 冲上来接韩清夏时 加油站的储油 几乎都被韩清夏给吸完了 这些油差不多有60立方米 折合车辆就是差不多能满1000辆车 足够韩清夏用很长一段时间 老大 我来帮你了 徐少阳从车上下来 就在这时 他们忽然感受到 脚下的路面在颤抖 韩清夏脚边几个装模作样的 油桶油面在晃动 这种震动好像是巨人在走 每一下都将整个路面带得震战 徐少阳不解地感受着这股力量 难不成是地震 快走 韩清夏这是无比严肃到 全都上车 他提起两桶油 冲上装甲车 他的狗子们也都同步向着装甲车而跑 在他们刚刚冲出加油站的时候 轰的一声巨响 韩清夏刚刚站的位置被砸成粉碎 一个体型近400斤的人形怪物 冲加油站里面出来 他四肢扑地 四小声扑在韩清夏刚刚站着的位置上 扑空之后 从浑身坠肉之中 抬起一个比例极不协调的小头 他的脸部和其他丧尸 完全没有肉的丧尸不一样 他脸上肉非常多 多到一层层的下坠 一只绿豆大小的眼睛隐藏在肉皮之中 另一只眼睛却因为变异 向外凹陷 他的三层下巴全都和脖子融在一起 全身上下呈现金字塔般的肉感分布 一层一层的大坠肉 层层叠叠不满他全身 最恶心的还不是这些一层一层的坠肉 而是坠肉发缝隙中 长满了蛆虫和外翻的像牛子一样的肉球 变异丧尸在扑空之后 发出了极不满的暴躁尖叫 那丝鸣的叫声能叫人的脑子疼到极点 好像无数根针扎进脑子里一样 一股强大的压迫感从他身上发出 所有感知到的人都忍不住恐惧 妈的 二级变异丧尸 撤 韩清夏对着徐绍阳大声叫 徐绍阳这才从震撼中醒悟过来 他听到韩清夏的声音 第一时间冲去油贯车 不要油贯车了 我们撤 韩清夏自己没有把握 对战这样一只二级变异丧尸 哪怕是在上辈子 二级变异丧尸都是很强的存在 基本上对普通人来说 能对战的顶端就是二级变异丧尸 二级级以上那都得是异能者出手解决 而且也得是二级以上的异能者 韩清夏这辈子虽然获得了异能 但是这才刚刚获得没多久 只是初级异能者 异能掌控不够 他不敢贸然对决 逃 先撤回去 徐绍阳听到他的话 脚步依旧没停 老大 你发动 我挂车 能跟上 他舍不得就这样空手回去 这是韩清夏要的油 必须要给他带回去一点 韩清夏听到这里想骂人又忍住了 这个笨蛋他哪里知道 自己早就把油给装走大半了 他脚下的离合踩下去 手上噼里啪啦 按着各种案件将装甲车发动起来 哄 又是一道尘土飞扬 那个二级变异丧尸 向着徐绍阳扑去 徐绍阳一个利罗翻身 翻滚之际 一把枪便从他背后拔出 砰 砰 砰 连续几声枪响 枪枪命中变异丧尸 有一枪都打中了他脑门 但是这只变异丧尸 和别的丧尸全然不同 他竟然没事 笨蛋 二级丧尸只有炸了他脑子 才能彻底摧毁 快上车 徐绍阳听到这里 不再犹豫 他三两步向着随时发动的 大装甲车扑过去 与此同时 变异丧尸似乎是有灵质一般 预判他的位置 向他全速扑去 向左扑道 韩清夏对他道 徐绍阳听到他的指令 立刻转为向左扑 他扑下去了一刻 蹭 右侧装甲车体变形 一排钢刺从中而出 直接扎了变异丧尸一个满怀 而徐绍阳趁着这个时候 从右侧翻滚镜 已经为他打开的车门里 韩清夏在刺穿丧尸之后 立马将长刺收回 一脚油门轰下去 带着徐绍阳和狗子们 拉着油罐车 从刚刚清理出来的一条路上 急速狂奔 他速度极快 可同时那变异丧尸速度 也一样快 他被韩清夏刺穿后 发狂似的向着他那边追击攻击 只不过 他连撞了大装甲车几下 都撞不开这辆车 这可是系统奖励的战车 皆是等级不可同日而语 便一丧失眼看 抓不到韩清夏 轰的一声 跳到了身后拖挂的油罐车上 直接将油罐车晃得左右摇摆 反力拉拽 将装甲车的方向偏离 砰 轰隆隆 韩清夏的大装甲 冲破中间带 连撞好几辆车 冲到对面防护栏 数辆小轿车 被韩清夏撞下高架 高速高架上 悬在半空之中 脚下是数十米的高架桥洞 得亏韩清夏技术好 差一点就得掉下去 好 好 好 紧随着 他们身下的大装甲车 传来震动 地动山摇一般 那头超重量级的二级丧尸 抖动着全身的腐肉 乘胜追击 向着韩清夏和徐少阳而去 韩清夏从车内显示板 看到这个大块头 他冷眸抓起车内 另一个方向盘 手上在复杂的仪表盘上操作 咔嚓 哄 一道如龙的火蛇 直喷二级丧尸 韩清夏的大装甲车上方 出现一个小型的炮筒 一击正中二级丧尸 后座力将他震开数米 高压巨烟 穿透他肉盾一般的胸膛 在他胸口 啄开一个黑胶的窟窿 空气中都散发着烤胶的味道 韩清夏一击正中 挂挡到退着将车倒出来 但是前轮空转几圈 一直出不来 杨子 大炮会用吗 徐少阳刚刚看了韩清夏的操作 脸色沉着地点着头 可以 你来开 我下去抬下车 韩清夏解开安全带 徐少阳看他要去抬车 这辆装甲大几顿啊 老大 我下去 你边去 你抬不动 徐少阳 他抬不动 难道韩清夏能抬动吗 而在这时 身后再度传来轰轰的震动声 操作台上的显示器 已然重新出现那只二级丧尸 徐少阳立刻接过韩清夏的操作台 学着韩清夏刚刚的操作 韩清夏这辆车非常高级 功能强大到他第一次见 不过他本身就是特种兵 熟悉各种武器和机械操作 看了韩清夏一遍 就记住了他的操作 轰 一道火龙喷出 再次击中二级丧尸 烈焰将他全身包围 连连逼退 他和韩清夏配合默契 掩护他顺利落地 就在他心里七上八下 想着韩清夏说他下去抬车 他一个女人 怎么可能 这时 他身下的装甲车 竟然真的翘起来了 徐少阳震惊地 看着一个穿着作战服的女人 抬起一脚装甲车 他脚下用力 轰隆一声 把车给拉了上 徐少阳 卧槽 真TM地抬上来了 而此时 吼 浑身冒着火的二级丧尸 再度从浓烟之中冲出 韩清夏抬完一边车 飘到另一边 他还需要时间 徐少阳火力全开 为他保驾护航 烈焰从炮口喷出 尽数宣泄在二级丧尸身上 然而这次 让徐少阳意想不到的是 这只二级丧尸 竟然已经不害怕火焰了 烈焰只能暂时减弱他的速度 他依旧全速向着他们这边扑去 眨眼之间 他就冲到了韩清夏这边 韩清夏这时 刚刚抓到另一边车台 他看着浑身冒着烈焰 扑过来的二级丧尸 立在边缘 没有去躲避 反倒是张开手 如同动牛士一样 欢迎他的冲撞 在车内的徐少阳 看到这一幕惊呆了 他知道韩清夏要干什么 韩清夏是要吸引他 跳下高架 他这样或许会成功 但同时 自己也将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徐少阳头皮都抹了 稍有不慎 他就会跟着掉下去 他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危险 他明明可以把这么危险的事给他做 他甚至可以放弃这里逃跑 他这是将自己置于最危险的地方 给他们求生 不要 徐少阳打开了车窗 他刚开窗 一股浓烟热浪 便他扑面来 带着高温的一大团火焰 从徐少阳正前方汹涌扑去 好 徐少阳的瞳孔瞬间紧缩 从他身边过 直接把温度提到四五十多的火球 把面前的一切都踏平 空无一物 他的心口猛然跟着一空 虽然只相处很短的时间 虽然所有人都说他不好 可是 可是 他会用命保护自己的人 就在他恍然到不知所措时 一道纤细窈窕的身影 从高架桥下方跃起 徐少阳看到了闪到他眼睛的女人 这一刻 他好像听到自己的心跳又回来了 吼 寒清夏背后 再次出现了一大团燃烧的火焰 哄 一道铺天盖地红红巨流 不受控制地从徐少阳掌心而出 只击这只二级丧尸的头部 将他的大脑击穿 寒清夏落地的时候 自己身后跟上来的那只二级异兽轰的一声 被重新击落下去 这一次 是真的击落 寒清夏转头看着彻底掉下去的二级丧尸 空气中是还没消散的水 噼里啪啦化作雨落下 他惊奇地看着操控着水艺能的徐少阳 可以呀 这才艺能觉醒多久 就能将水艺能爆发力用得这么大 寒清夏原本想着自己上来之后 再补他几刀 没想到徐少阳就已经解决了 干得漂亮 寒清夏走到他边上 大力拍拍他肩膀 徐少阳感受自己肩膀上的力道 看着平安回来的寒清夏 冷冰冰的脸上浮起一丝淡淡的笑 他下车来 和寒清夏一起把车抬了上去 虽然几乎都是寒清夏在用力 他力气竟然真的比不过寒清夏 两人经过这一战之后 也算过命了 信任这种东西 就是一次一次精力来加深 寒清夏对徐少阳一直都很信任 但同样因为是重新认识一次 是需要重新走过几遍的 而徐少阳这次之后 对寒清夏明显更加的亲近 老大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十天前就发现自己能感受到一点水 量很少 平时都是给特战队提供点饮用水 我不知道刚刚怎么就这样 徐少阳和他讲述着自己之前的事 把他的变化事无巨细地告诉寒清夏 这是异能 寒清夏开着车 挂着后面的油罐车从高架上下去 异能 徐少阳听着这个词汇 眉头微醋 异能主要分为最常见的加强型异能 比如速度变异 力量变异 还有元素系异能 金木水火土武系 以及非常少见的变种异能 变种异能 有雷系异能 冰系异能 治愈系异能 精神系异能 以及非常小众少见的异能 得遇到才知道 寒清夏毫无保留给徐少阳科普 现在还有什么要留着的呢 这是自己的人 不是别人 他现在给徐少阳科普 也是方便他日后升级 异能刚开始都是初级 随着感悟程度 变种异能上线普遍强于普通元素系 强于加强型异能 寒清夏上辈子就是一个普通人 没有觉醒过异能 在前期还好 前期异能效果并不明显 寒清夏人狠手腕硬 没有异能也能打出一番天地 而到了后期 异能者和普通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寒清夏也就只能止步于一个小小基地的小队长了 但凡他有一项异能 上辈子最起码混到基地高层去 以至于他甚至连很多关于异能的内容都不知道 异能是可以强化的 但是因为他不知道异能怎么强化 所以没有渠道 唯一知道的是可能跟金河有关系 上辈子在基地里 通用货币就是金河 哪里都在收 寒清夏自己尝试研究过 感觉到金河内有能量 但很可惜 他一个普通人是没办法研究到那么多 滋了 寒清夏把车开到高架底下 他找到了那具二级丧尸的尸体 跳下来 在他脑袋里扒拉了一通 找到了一枚鹅蛋大小的金石 这个就是金河 我知道这个 徐少阳道 之前我在特战队 上面就让我们搜集这个 寒清夏听到这里眼睛一亮 你们是特意来搜集这个的 徐少阳点了点头 他们的接到的不是普通救援任务 而是猎杀丧尸任务 去最核心的位置 大量猎杀丧尸顺便辅助一下救援队伍 救援队伍走后 他们依旧在厮杀 因为上风一直没允许他们撤回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在后面就是遇险 死里逃生 逃到寒清夏这里来求救 寒清夏听到徐少阳的话 就起眉头开始思索 军方那边这么早就发现金河了吗 上辈子K1基地一直都很有名 除了食物一直不太够外 别的都挺厉害的 尤其是异能者 他们培养出来的异能者 是整个东部基地最强的 寒清夏想到了 这会不会是跟他们很早 就开始研究金河有关 咱们先回去吧 好 徐少阳开上之前送下来的一辆大货车 寒清夏开着装甲挂着油罐车 返回他们基地 今天出门一趟收获颇风 寒清夏让徐少阳去杀只新鲜鸡和鱼来吃 徐少阳二话不说就去干活 杀新鲜的鸡和鱼吃 这让他脚步都快了一点 而寒清夏这时 则是回防空洞里 好好研究一下积分和金河 他先打开系统商城面板 把今天搜集到的金河全都兑换进去 除了那枚二级异兽的 他今天一共兑换金河16枚 加之之前从陆其岩那边要过来的44枚 他现在一共有60枚金河了 还差40枚 他就能打开下一个大礼包了 寒清夏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把自己的二级异能丧失金河兑换 二级丧失金河兑换 肯定积分会高一点 但是兑换数量不会计算多 他就暂时算了 而现在他看了一眼他的积分 经过这段时间的领地拓展 加上金河兑换 他的积分已经高达18,045积分了 他小手一点 先把之前自己心已久的AK买下来 当AK落到他面前时 寒清夏从心底的满足 好宝贝啊 姐姐终于拿到你了 这时 寒清夏记得这里有个要5000积分才能解锁的界面 他打开了那个特别商城 当他解锁这个界面时 寒清夏就注意到这里面东西进入都带着倒计时 而他页面的第一个物品是一个金色物品 净化液提取机 售价1万积分 限时180秒 寒清夏 净化液提取机 他点开详情看 就见到一大串详尽的说明 净化液提取机 将金河内的能量百分百无害提取出来 净化液可用于提升异能 寒清夏 这不就是他今天一直在思考的异能者们进化之路吗 限时还剩170秒的时候 寒清夏果断逼演入了 就算买完这个 他的积分就只剩下45积分 把机器买了之后 他面前刚刚买的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冷却窗口 看来这里的东西不是无限制购买 都是随机刷新的 而除了这个净化液提取机之外 再没有金色的东西 只有一些材料 什么钢板 加固板 地砖 钢筋 水泥 大门之类基地建设材料 这些东西都很便宜 基本都是一积分一个 限时但是不限购 寒清夏想到自家门口徐少阳的屋子材料很差 他就顺便买了一批钢板地砖大门 这些东西买了之后他才发现 竟然还都带属性的 全都有基地兼顾度加1到10 寒清夏看到这里眼前一亮 要是他基地全都用这些材料加固一遍 那不就成了真正的钢铁城堡 他顿时有了一个全新方向 刷刷刷把45积分都用掉 他眼长无比地看着 其他大量还想购买 但是没了积分的宝贝 别急 等着姐姐过段时间买 寒清夏果断退了系统 先去研究他的净化液体取机了 金光一闪 他从空间里把提取机拿了出来 那是一台不大的 可放在桌面的小型仪器 在仪器上方有个开盖式 可以放置金盒的入口 下方则是一个液体出口 寒清夏拿出自己那枚 保留下来的三级异能丧失金盒 将它放进去 出液体口放一个干净的杯子 连接上电源之后 一道蓝光在仪器上显示 不到两秒 一杯无色的液体就流进杯子中 寒清夏拿起这杯透明液体 他先试探的闻了闻 然后分成半杯 先喝这一半 净化液入口没有任何味道 甚至还有一点说不出的甘甜 他喝完之后 尝试释放异能 噗的一声 他防空洞内一盆月季快速抽牙 带着尖刺之干 肉眼可见变得粗壮 刺间锐利无比 一朵朵鲜艳的月季花 在枝头土蕊绽放 几秒时间 这一小盆早就过了花期的月季 变成了半米高的大月季盆景 寒清夏看到这里 眼睛顿时大亮 他之前的异能水平 大概是能催动一根枝条生长 而且在使用过异能之后 身体会进入很长时间的空虚感 他之前也曾一直研究 如何提升异能 但是他发现 一直释放异能 练习异能 并不能提高异能上限 反倒是多吃肉 或者突然一下爆发 才能有突破极限 比如今天的徐少阳 但现在 寒清夏服用过进化液后 随手一抬手 就能将这一盆月季给催熟 所有藤蔓都有攻击性 能跟着他的心念随意动 身体内更没有半点异样 他对着卫生间施展了控水 他现在有水系和木系两种异能 哄 哗啦 暴雨一般的水帘 冲击在卫生间中 控水量比今天徐少阳 高出一倍不止 强大的冲击力 更是直接把墙面冲出一个大洞 要不是防空洞本身建设 就是在山体里 这要是在外面普通的楼房 极有可能冲穿 爆发力惊艳了寒清夏 他惊喜地看着自己双手 在他印象里 自己现在的实力 差不多是末世五六年 那些异能者们才有的实力 而这只是他服用了一半的 三级丧失净化液达到的 他明白了 非常确定了 金河就是异能者们升级的必备物品 所以在上辈子 前期异能者们进化都很慢 都是等到大基地成熟起来之后 大量金河流通 异能者们才开始快速进步 那是因为 金河的秘密 在那个时候逐渐被大基地发现 他们配比出净化液 再卖给异能者们 那些异能者们都有不小的后遗症 在后期 越是异能提升快 升级快 他们的后遗症就越强 不是脾气暴躁 就是精神失常 甚至还有一些异能突然狂化 无法控制的杀戮身边人 丧失化般撕摇啃食他们 韩清夏现在猜测 极有可能是大基地配比的进化液 不够纯净 促进异能者们异能提升 还会给他们体内一直积累毒素 到达一定程度就会反噬 韩清夏逐渐摸清了异能的规则 他从卫生间里出来 满意地看着自己的进化机 把它收进空间里 这个真的是超级大宝贝了 能把精和能量百分百转化提取 还没有半点副作用 要是外面那些大基地知道 全世界都得震惊 他把剩下一半进化液 再喝了一半 留下一点 收起来带出去 外面徐少阳刚刚做完晚饭 正把一大锅酸菜鱼端出来 新鲜的鱼肉香得不得了 一出锅 能香十里地 杨子 喝口水 韩清夏递给徐少阳一杯水 徐少阳看都没看 直接喝了 只是喝了之后 他眼睛一亮 这水比平时喝得要甜 这水好甜 你也不看谁给你的 韩清夏随口一句敷衍过去 转身就坐在饭桌上等着饭吃 徐少阳低头一笑 拿着锅铲把鱼盛了出来 端到桌面 方桌上 已经摆上一大盘烧鸡 再搭配一盆香喷喷的水煮鱼 营养丰盛又美味 他和韩清夏一人一个电饭包 旁边十六条狗子 每只一个饭盆 大家全都在开心干饭 徐少阳在这一刻真的觉得 要是自己那些兄弟们都留下来 真的挺不错的 韩清夏是一个很值得跟随的人 跟着他也挺好 两人吃饱饭 一点都不剩 徐少阳去洗碗 韩清夏陪着狗子们玩一会儿 顺便清点一下 今天带回来的物资 除了他空间的那些 也就一辆大货车快递 和徐少阳拼死 一定要给他带回来的油罐车 油罐车 他开到基地侧方当作备用 快递全都卸下来 再次拆盲盒 一车快递 500多个快递盒子 这一车是某东家的次日达 里面东西的质量出奇的高 韩清夏拆了不少快递 也发现了一些规律 比如一些见多量大的快递车 拆出来的全都是一群 没什么用的零碎东西 但是里面的食品比例高 而且多是相对便宜的食品 一些贵的快递车 拆出来的东西就要贵一点 比如末世前的品牌电脑 手机 化妆品 食物也要好很多 这一车快递里面 韩清夏拆到了进口巧克力 及时贯装燕窝 末世前几千块上万块的 整条烟熏火腿 恩多坚果大礼包 方便面小零食也不少 都是很大牌的 当然有五分之一的过期短保食品 坏的他全都扔了 此外就是服装和用品 衣服大多都是大牌 男装他都丢给了徐少阳 其他的他都让徐少阳送进他仓库里 让他惊喜的是 他在这一堆盲盒快递里 拆出了一把当作工艺品售卖 没有开刃的糖刀 韩清夏抽开刀侠 蹭的一声 森冷的刀光就亮到了他的眼睛 韩清夏两手抓着糖刀在空中挥舞 速杀的刀锋在空中跃动 咻咻咻 糖刀攻击力十足 打起来大开大合 砍起人来更是稳准狠 好刀 徐少阳从防空洞里送完东西出来 就看到这把杀气十足的刀 韩清夏看到他 会开刃吗 可以试试 徐少阳大步走到他面前 认真道 好 交给你了 韩清夏把这把糖刀留给徐少阳开刃 现在今晚还有点时间 韩清夏拉着徐少阳 把他的房子加固一遍 他从系统里兑换的钢板和建筑材料 一起把徐少阳住的小房子加固起来 多出的一点 扩建了一间 他的基地随之防御性整体开始提升 韩清夏非常满意 他以后一段时间的重点 就是买材料打造基地了 第二天 韩清夏一早起来 推开防空洞大门 就看到外面徐少阳正在磨刀 刷刷刷 一块大磨刀石上 一柄糖刀在上面刷刷地磨 每磨一下 水落在上面冲刷一遍 刀身变锋利一寸 这个水是徐少阳自身的异能 都不需要特别去准备水 待到磨到最后一下 一道水光冲刷在刀身上下 顿时 森冷速刷的寒气变出 导刀锋从磨力出 徐少阳手握糖刀刀柄 在空中有力一挥 So 一块肺木头硬生被砍成几节 每一个节面都整齐无比 这要是落在丧尸身上 绝对一刀一个跟砍西瓜一样 这么快 徐少阳收刀 弟弟韩清夏 老大 这把刀非常好 材质很结实 非常实用 干得好 韩清夏表扬了一下徐少阳 下次有好刀 我给你留一把 不用 我有武器 徐少阳谢绝韩清夏 他还有自己之前的装备 只不过 枪支已经没有弹药 没法用 只有一把三棱军刀 但他还有水系异能 So 他随手放出一道高压水柱 威力比起昨天大许多 老大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起来 我就发现 我的异能好像又变强了 徐少阳和韩清夏会报今天自己的变化 韩清夏看到他的异能满意的点点头 那是当然了 他可是给他吃了净化液呢 看来以后的丧尸金河 除了回收 还要留下来一部分做净化液 每天补充一点 他们俩的异能会飞快提升 走 杀丧尸去 韩清夏干劲十足的 带着徐少阳出门 一晃十天 韩清夏这十天 白天带着徐少阳出门去拓展领地 晚上回来用奖励的领地积分 加固基地 同时把每天缴获的丧尸金河分成两部分 给系统回收一部分 留下来做成净化液 给他和徐少阳提升异能 这几天 他们再也没有碰到高级丧尸 而且 郊外这边的丧尸就是非常少 能产出金河的更不多 韩清夏一路快杀出远郊 进入城市近郊 把他防空洞到近郊这一片的丧尸 全都杀光了 才获得了三十几枚金河 金河虽少 但是转化出进化液 给他和徐少阳增加异能 是肉眼可见的 他们俩的异能都在快速提升 再就是 他的防空洞基地 已经里里外外的 被系统材料加固了一遍 至此 他的防空洞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整体防御度比之前增强了十倍 现在就是坦克大炮 过来轰炸他的基地都攻不破 韩清夏还在系统特别商城里 看到了大量基地装备 比如防护服装 韩清夏惊喜地看到 有战犬的防护服 他大手一挥 一点也不肉疼地 给自家十六条狗子 每只买了一套系统出品的防护服 一套一百积分 买 除此之外 还有基地内的防御系统 雷达系统和查打一体无人机系统 雷达系统不用多说 查打一体无人机系统 是一整套侦查与击打一体的无人机系统 这套系统同时操控多架无人机 在领地内巡航 发现入侵者之后 会自动报警韩清夏 韩清夏克在基地内部 一键确定是否击打 八小时巡航 多批无人机自动换航全天监控 绝对是基地必备的宝贝 不过这个系统超级贵 这套系统十万积分一套 韩清夏这十天 才积累了不过三万积分 韩清夏只能暂时看着眼馋 下一个小目标 就是这个查打一体无人机系统 韩清夏看着这套系统 限时十天购买 他扒拉着盘算 现在他一天拓展领土 外加击杀丧尸 大概能赚三千左右积分 拓展领地不如杀丧尸值钱 但要命的是 他附近的丧尸都被他杀光了 看来他得想办法 去个人多个地方杀丧尸了 他打开电子地图 仔细观察 自己远郊附近有什么人多的地方 他的目光逐渐放在了城市近郊 一个大型粮食加工工厂中 工厂 韩清夏记得这是 A市最大的粮食加工工厂 里面的员工高达数万人 一枚丧尸金盒一百积分 一万人里面只要有一千枚金盒 他也够了 杨子 今天咱们要去一趟工厂 韩清夏从防空洞出来 对徐绍阳道 好 正在外面干活的徐绍阳 二话不说就放下工作 陪韩清夏前往 他对韩清夏只有绝对的服从 更是任劳任怨 劳模中的典范 韩清夏照旧留夏天和几只狗子在基地 带着八条狗子开上装甲车 向着粮食厂而去 路程较远 好在这一路都是韩清夏的领地 一路畅通无阻 用了一个半小时开到了粮食厂附近 这座粮食厂地处城市近郊 附近几十里地都是农田 人烟稀少 所以这里面的工人是全封闭式的 吃住都在工厂里面 碰到放假都会自己骑车 或者公交车到市区里玩一玩 此刻的工厂周围安安静静 几条笔直的路面上有不少废弃的车辆 全都被丢弃在道旁 一辆公交车一头扎进农田里 车门打开 里面是干涸发黑的血迹 但是空无一人 可以预见当时事发时 这辆车肯定是命运坦坷 车上有人变异 司机一头栽进道路下面 紧急按了开门键 里面的人跑得跑 逃得逃 追得追 这一片区域混乱至极 不过工厂大门是紧闭的 韩清夏的车开到工厂前 里面静悄悄的 就连保安亭都是空无一人 该不会当天放假了吧 不可能 就算是工厂放假 里面的人也不少 而且这里面是全封闭的包宿舍的 工人们轮休 这里面都有非常多的人 这里面绝对是丧失重灾区 韩清夏让徐少阳一脚油门 装甲车暴力碾开大门 进入了弱大的工厂区 在他们面前 很快就出现了一栋超大的连排大楼 这里面分为住宿楼 食堂区 厂房和行政办公楼 韩清夏的车 先停在了宿舍楼前 走 杀丧失去 好 车门打开 韩清夏和徐少阳 外加八条狗子 立在了工厂宿舍楼前 先杀好杀的地图 恭喜发财 守门口 有一场情况立刻通知 红中白把二条跟着我 其他跟着杨子 汪汪汪 狗子们快速分成三对 剩下韩清夏和徐少阳一人带三条 此时 韩清夏面前的是大开的宿舍大门 门前方是一排闸机 进出宿舍楼都是要刷卡的 此时的闸机早已断电 就是有电韩清夏也没卡 都得翻 他和徐少阳一左一右 小心观察周围 翻进闸机内 闸机后方的长廊一片静悄悄 一楼所有房间大门紧闭 韩清夏向着前方抛出一个重物 咚咚咚 声音在安静的宿舍楼内响起 顿时所有紧闭大门的房间 都传来了骚动 楼道之内依旧安静 哦 呜 韩清夏谨慎地在原地等了三分钟 很好 全都关在房间里 外部没有游走的丧尸 确定好大环境之后 他带着徐少阳先破开第一个房间 正式开始杀 这样不会杀着杀着被外面 突然出现的丧尸里外包园 哄 房间门被韩清夏一脚踹开 一股腐臭刺鼻的恶臭 从里面扑面而来 四五个女性丧尸乌傲向着外面打开的自由之门 和新鲜的活人气息扑去 他们已经太久没有看到食物了 所有丧尸眼里全都是嗜血疯狂的光 灰白的眼睛无比害人 腐烂声区的嘴发出呵呵呵 要把外面生物撕碎生吞 扑 刷刷刷 一把锋利的糖刀在空中闪过 迎接他们的是森冷的刀光和水光 三只丧尸脑袋直接被削掉 剩下两个被两条高压水柱给击穿 五只丧尸全部落地之后 狗子们一拥而上 聚找在丧尸脑袋里一掏 给韩清夏带来了两枚米粒大小的小金盒 干得好 韩清夏鼓励地拍拍狗子们的脑袋 同时环顾宿舍内部 这间宿舍内有一个单独的厕所 有四张上下铺的床 每张床铺都铺设了床上用品 他迅速通过这些信息得出以下内容 这里的普通员工宿舍楼应该是八人一间 内有厕所 丧尸五只 应该是有一半左右的人在上夜班 嗯 还有 这栋是女生宿舍 他和徐少阳再杀一件 明确了他的猜测 熟悉了宿舍楼的结构之后 他和徐少阳兵分两路 一左一右开始破门杀丧尸 哄 吼 韩清夏大门一破之后 唐刀的寒光就闪在宿舍内部 这把徐少阳开刃的唐刀 砍起丧尸来跟剁西瓜一样 韩清夏的力量速度 被系统增幅到人类上线 手上抓着锋利好用的唐刀 杀起来又快又狠 丧尸们连他的衣角边都碰不到 就伸手分离 三条狗子在打辅助的上去补一爪子 完事把丧尸惊合一碗 三分钟结束一间宿舍 半小时的时间 他和徐少阳把一楼清空 他们在如法炮制 将上面五楼给清理完 一个上午时间 他清理完一栋宿舍楼 整栋楼没有一个活人 全都丧尸 他们俩一个上午 一共杀了一千多只丧尸 共收获三百多枚金盒 后面还有两栋宿舍楼 韩清夏如法炮制 他和徐少阳两人并肩清理 每清理完一栋楼 休息十几分钟 中间在装甲车上短暂休息一下 吃了一顿加热及时的饭团 当午饭补充一下能量 等到傍晚的时候 顺利清完了工厂的三栋丧尸宿舍楼 一共杀了三千五百多只丧尸 顺利缴获一千枚丧尸金盒 韩清夏看着天色暗了下来 末世里 黑夜比白天凶险万倍 白天对丧尸有压制 他们的行动都会迟缓 到了黑夜 丧尸的所有机能都会提升百倍 老恋如韩清夏 也从不在晚上搞事情 而且现在他精盒差不多够了 能回去兑换茶打一体系统 先回去 明天再来 好 韩清夏带着徐少阳和狗子们上车离开 这时 一道喇叭声音吸引了他们 救命 救命 在工厂的主楼上 一群二三十人在工厂大楼的天台上 大力向着韩清夏他们求救 一条硕大的衣服拼接的横幅横 在韩清夏面前 徐少阳看到一批幸存者 立刻看向韩清夏 老大 有幸存者 救不救 韩清夏扫视了一眼天台的人群 二三十个年轻劳动力 有男有女 年龄大致在二十至四十岁之间 没有老人和小孩 人员结构很好 县城的优良壮劳劳动力 在开始发展自己领地之后 韩清夏看待人口问题 就是站在上位者的角度 在上位者的角度里 人没有善恶之分 只有劳动力等级之分 所有人都是生产发展的最基础劳动力 每一个人口都能给基地带来贡献 他眼前的正是一批最优质的轻壮劳动力 只是现在 不救 韩清夏果断道 今天天色晚了 就是想要吸纳这批轻壮劳动力 也得明天 先撤退 明天再来 韩清夏话音落下 徐少阳便踩下油门驱车离开 他就是一个无情的执行机器 韩清夏说什么就是什么 坚定执行他的一切指令 此刻上面天台的人看到 韩清夏的车要走 所有人立马急了 别走 别走 你们不能抛下我们 尖叫声吸引了他们脚下厂房里的丧尸 身后的大铁门 传来了轰隆隆的锤打声音 他们这些人被困在天台很久了 好在这里是粮食厂 别的没有 粮食管够 他们这些人逃到天台时 都带了大量物资 叫他们苟延残喘到现在 而此时身后的大铁门后面 是数以百计密密麻麻的丧尸 被拦住一个多月的丧尸 红了眼的嘶吼锤打 上了链条的大铁门 早就岌岌可危 原本这些人以前不发出任何声音 躲在天台角落瑟瑟发抖 还能减少一下存在感 可今天他们在发现 工厂有人进来后 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 看到韩清夏他们要离开 立刻求援 但没想到 他们竟然不肯救他们 丁队长 这可怎么办啊 刚刚求援的女人 看向身边的胖男人 胖男人叫丁一 他原本只是工厂里 一个很小的保安队长 末世来临之后 他和一群幸存者逃到了天台上 他凭借自己的体能优势 和保安的资历 立刻成为了这里面 所有人的小头目 更因为后面觉醒了异能 他在这些人里面 更加无法无天 所有人都要臣服于他 听他的 丁一原本还不想离开 要不是他们的食物快不多了 他是不会向韩清夏求救 可是他们都求救了 这两个人竟然竟敢不救他 不救我们 他们也别想跑 他从兜里拿出一个按钮 绿豆大小的眼睛冒出绿光 大手直接按动了打开键 丁队长 你不能按啊 把丧尸放出来 我们也都彻底跑不了了 一个瘦小的男人 试图上前阻拦 啪 丁一巴掌把他拍飞 抓起他的衣领子 悬在半空 老子活不了 谁都别想活 你们说对不对 其他人立马道 对 他们不救我们 他们该死 弄死他们 我们活不了 他们也得死 丁一满意地把手上的人 随手一扔 把唯一一个反驳过他的 丢了下去 同时手上的案件一按 立马周围 这栋大工厂的厂门 全都打开 一瞬间 哦 呵呵呵呵 呵呵 被丢下去的男人 摔在脚下这个厂房正门口 在大门打开的一瞬间 他立马被里面涌出来的 丧尸团团包围 而这一次 丧尸们饿了太久 呃到这个男人 在他们眼中只成了食物 还没等他变异成自己同类 他就被如山的丧尸堆 啃成了一堆白骨 嗯 嗯 还是好饿 要吃 啊 尖叫声迅速被湮灭 天台上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全都瞪大眼睛 心中恐惧 却只能觉得 干得好 就要这样 丁一把丧尸放出来之后 看着韩清夏的车 他蹲下来 两手抓在天台地面 一双绿豆大小的眼睛 死死盯着韩清夏车子 行进的方向 在距离他这里最近的位置 他猛然一用力 想跑 绝不可能 轰隆 韩清夏身下的大装甲 猛的一个猎切 将他的大装甲 从正中间抬起 地 地 他的大装甲 发出了警报声音 装甲车系统告诉他 他身下的车 被一个凸起的土包 给顶住了 土系异能 异能等级不高 只能催动一个 高度不大的小土丘 但是位置恰恰好 刚好把他们的车卡住 很快 在韩清夏视野中 宽阔的大工厂内 从四面八方 涌来不计其数的丧尸 他们从食堂区出来 从各个大小功能 不一的厂房里出来 还有从办公室大楼里出来 这些丧尸们 绝大多数都穿着工厂的工服 身上还维持着 当初工作的样子 密密麻麻的丧尸 争抢着从各个地方冲出来 凑在一起 颇有几分漠视前 工厂的热闹样子 当然 得要忽略他们所有人 那张已经面目全非 这些土鳖 肯定不知道老子是异能者吧 丁毅在天台上 看着被丧尸朝团团包围的装甲车 笑得合不拢嘴 叫你们赶不救他们 独自逃跑 这就是下场 全都去死吧 没错 叫他们抛弃我们 该死 其他人眼里也散发出恶毒的光 他们没希望 别人也不要火 众人满脸期待地 看着这两个人 被丧尸朝团团团围起来 把他们的车都给啃碎后 忽然就听到轰隆一声巨响 被丧尸团团围住的 大装甲车头顶 升起一个炮筒 哄 熊熊烈焰从炮筒里喷涌出来 顶刻之间 就把大装甲车顶部的丧尸 给烧焦清退 大量丧尸试图在向上爬 装甲外部便弹出 密密麻麻的锋利的长刺 轰隆隆的巨响 装甲车重新开始发动 系统奖励的超现代装甲车底部 开始自动抬高 那个小土包立马就不算什么 韩清夏一脚油门下去 大装甲顿时从丧尸堆里冲了出来 而这次 韩清夏的方向不是离开工厂 是冲向那栋工厂楼 在上位者们眼里 人是没有善恶之分 同样 人在他们眼里 也是什么都不是 韩清夏救他们 不会有所谓的圣母骄傲感 杀他们 一样不会有负罪感 老老实实地等着他救援 他救下来 日后在他基地里 做个安分守己的居民 韩清夏很欢迎 但是敢给他使阴招 这么多花花心思 这样的人就去死吧 韩清夏轰的一声一脚油门 把装甲车冲到了 他们所在工厂的楼下 他收起火炮口 任这些丧尸们 爬上他的装甲车 同时将顶部的装甲车 伸出一个楼梯 天台上的众人 看着这辆依旧是 被丧尸吞没的装甲车 却是再也笑不出了 刚刚他们看到他们 被丧尸围攻 只有一股后快 谁叫这两个人 竟然不救援他们 他们死就死 赶紧死 死在他们前面 死在他们眼前 但是现在 这些他们放出去的丧尸 顺着韩清夏的车顶 向着他们这里爬上来 所有人都只有一种 招惹了恶魔的恐惧感 韩清夏灌来有仇必报 还必须当场报 今天必须得 把他们给的还给他们 很快 丧尸们就顺着韩清夏 搭建出来的梯子 爬上了天台 第一个冲上去的 立刻扑向他们 他们试着把第一个丧尸 给打下去 可后面是大量的丧尸 所有人下的连滚带爬的逃 但是这里根本没有地方 可逃了 他们背后的大铁门里 是丧尸 身后更是深渊 毫无退路 上面很快被攻陷 丁一看到浩荡的丧尸巢 直接拉过几个人 给他当后盾 他冲到天台边缘 催动着异能 让地面升高 他的异能很小 但是危急情况 也能爆发一波 一个小土坡从地面拔起 丁一觉得可以跳下去了 这时 韩清夏冷谋在监视器里 看着他的行动 看着他跳了 懒洋洋道 杨子 是 一道比他异能强大 几十倍的强力水柱 瞬间将他搭建的缓冲坡给冲垮 已经起跳的丁一 韩清夏抖擞了一下 自己的装甲车 从丧尸巢里撤了出来 夕阳见落 丧尸们攻击会变高 他从丧尸工厂中撤离 这时 他批见隔壁一栋厂房顶部 也有一群幸存者 那一群幸存者 同样观察他们很久了 他们全都如小羊膏一样 瑟瑟发抖地缩在天台上 看着刚刚发生的一幕 韩清夏收回目光 挥着手 让徐少阳离开了工厂 他们走后 天台上的那群人 快速涌向天台边上 他们走了 他们全都走了 他们中为首的是一个中年男人 他从刚刚的震惊中回过神 他们也有异能 还比丁一强百倍 他们太强了 众人听到他的话 心有欺然 那不是一群有救援义务的救援队 会发现他们后 不惜生命代价救援他们 更不是一群能叫他们 肆意招惹践踏的存在 他们非常强大 有专业的设备 还有更强的异能者 能在丧尸横行的工厂里碾压 是他们所有人 只能仰望的存在 好在他们刚刚没有强行呼救 更没有像丁一那伙人一样 求救失败后就搞破坏 最后全都命丧在这里了 只是现在 他们看着脚下丁一 刚刚为了阻拦韩清夏 放出的工厂丧尸群 夕阳西下 工厂所有角落里 都是游荡的丧尸 随着日头降落 黑夜加重 这些丧尸们的动作 全都快了起来 他们感知到他们 这栋楼还有活人气息 全都乌熬的 向着他们脚下这栋场房而来 他们张开双手 贴在墙上 极力向上攀爬 很快 他们脚下的大楼 就围满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丧尸 水泄不通 李刚看到其中好几只丧尸的速度 明显高于其他丧尸 敏捷度更是高了不少 他们踩踏着自己的同伴 冲到最高处 向着他们天台之上 疯狂攀岩 好在他们 这栋楼十米多高 外力面光滑 更不像隔壁丁毅他们那么作死 招惹大佬把丧尸给引了过去 他们在天台上 暂时看起来还算安全 这些丧尸 不太能爬得上来 这时 他老婆王芳推了推他 老公 你快看 你那边 王芳颤抖着声音道 李刚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就见 刚刚丁毅跳下去摔死的地方 一个被掏空了肚子 脸被啃了一大半的丧尸 从地上踉跌爬了起来 丁毅从十几米的天台上摔下来后 没有直接死 被饥饿许久的丧尸快速包围 吞没撕咬 他得益于自己体型够健壮 没等这些丧尸 把他完全分尸就失变了 哦 变成丧尸的丁毅 在原地发出尖声咆哮 他环顾四方 看向隔壁洞楼顶的幸存者 向着他们那里急速跑去 他眨眼间冲到场楼下方 面对面前层层尸骸 还一直冲不上去的丧尸群 他扒开所有丧尸 大力一吼 脚下瞬间涌起一个三米多高的土丘 所有丧尸们看到这里 疯狂向着他溅起来的土丘上 摊爬涌上 丧尸们有了着力点 终于有了爬上去的可能 天台上的幸存者们 看到这里全都吓傻了 老公 怎么办 韩清夏和徐少阳 带着狗子们顺利回到自己基地 从工厂里出来时 不少丧尸追着他们的车子跑 不过全都追了几百米 就被远远甩开 韩清夏一路不减速 就算有碾死的丧尸 也不下车去看看有没有惊合 时间很不早了 工厂距离基地有一个半小时车程 等到返回基地天就彻底黑了 他绝不可能松懈半分 至少要在进入自己领地范围之后 晚上七点半 他们顺利返回了基地 照旧 两人先去冲个澡 然后徐少阳去做饭 韩清夏则在自己防空洞内 清点战利品 今天一共缴获1148枚丧尸金河 这些金河都是一级金河 丧尸金河是分等级的 一级是最普通的存在 大概是三只丧尸里面 就会有一只在脑海里形成金河 一级丧尸的战斗力并不高 只能说比最普通的丧尸 要强上不少 比如韩清夏最早在别墅里 寄杀的那只便衣一级丧尸 他们的敏捷和速度 都比普通丧尸强很多 但还是能杀 稍微有点格斗技术的普通人 就能将其击败 但是到了二级丧尸 差距就会非常大 二级丧尸的力量速度 都远强于一个健壮成年人 往往要多个普通人互相协作 才能将其杀掉 大小大概能达到鹅蛋大 二级三级丧尸形成 都是需要因素的 一是吞噬同类 像韩清夏上次在高速公路上 击败的那只三级丧尸 极有可能就是把同类吃掉 当时一整条高速公路 除了加油站那里 几乎没什么丧尸 十有八九 就是那只三级丧尸 把其他丧尸都带到那里吃掉 二则是异能进化 丧尸也是会进化出异能的 一旦出现异能 等级会直线提升 韩清夏上辈子听过的 整个东部地区最强丧尸王 是一只多异能八级丧尸 据说他的异能在三种以上 盘踞在A B C三式的交界区 当然他只听过 他可没见过 他不配 上辈子作为普通人的韩清夏 不配去那么高的战场 他也十分稳健的 只执行自己百分百把握的任务 风险大一点的任务 他都不干 这也是为什么别的异能强者虽强 但最终干不过韩清夏的原因 韩清夏稳如老狗 从不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言归正传 这个时候的丧尸还是多以一级丧尸为主 很少有高等级 像韩清夏上次击杀的三级丧尸 已经是稀缺得不得了的了 他看着自己这一千一百多枚丧尸金盒 把其中一千枚兑换了积分 剩下一百枚留下来榨取金化也 一枚一级金盒兑换一百积分 并且计算金盒大礼包数量 第一 恭喜获得十万零四千积分 加上之前的三万多积分 他都快有十四万了 韩清夏搓了搓机动的小手 钱够了 他立马来到现实窗口 查打一体无人机系统 对话 第一 恭喜获得查打一体无人机系统 韩清夏面前 一台无比高科技的军工装备就坐落下来 随之 韩清夏的基地也发现了变化 此刻 韩清夏二楼的塔楼面积再度扩大 向着后面的山体 推进出防空洞一半大小的面积 正上方是一方可开关的大天井 一台超大的控制设备 位于二楼塔楼中央 韩清夏的公母后方 24架小型军用无人机 整齐停在中间的空地上 这些无人机体型非常小巧 看起来和市面上的无人机大一点 但是这个威力 可绝不是市面上的玩具属性无人机 这是标准的军用茶打一体无人机 对地面掌控力惊人 可打爆主战机坦克 如果用在侵略战中 来几波无人机空袭 就绝对能让对面空房头痛到崩溃 一来无人机体积极小 监控难且极大成本极高 想要把它们击倒 只能使用高昂造价的对空导弹 就算是使用相对便宜的单兵防空导弹 也是得不偿失 一枚炮弹数十万美元 拿来击打一架无人机 这简直是在烧钱 前提更得是一枪就打中 而使用大口径的高射炮 这边无人机稍微密集一点 地面防空火力都是无法全部拦截的 同样是杀机用牛刀 还不一定能成 最好的对抗方式就是电子干扰 让无人机降落 或者偏离他们的预定轨道 但是 这是系统奖励的茶打一体无人机 现存的电子干扰等级 对韩清夏的无人机没有任何用 韩清夏将他的茶打一体无人机系统 用在领地内 将成为他领地内 一道密不透风的超强保护网 24架无人机 8小时续航 分成三班自动换班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每个方向两架无人机 完美做到全天20小时监控 韩清夏无比满意地看着自己基地 这套吊炸天的防御系统 今天杀一天丧尸 真是太TM的值了 这时 他还留意到系统里一个闪光带领取的地方 他今天杀了一千多只丧尸 兑换了一千多枚金盒 同时还有个金盒兑换的大礼包呢 上次提醒他 第二个礼包一百金盒就能兑换 韩清夏把发财喊了过来 狠狠地揉了揉发财的狗头 只揉得发财一阵狗头猛逼 和夏天一阵极度狂吠 韩清夏同时抱着这两条狗子 打开了金盒大礼包 第一 恭喜获得云南白药星号一 第一 奖励急救完星号一 第一 恭喜获得新鲜牛肉星号一千斤 第一 恭喜获得太阳能发电板星号一百 韩清夏 不错 不错 重规重矩 很实用的一个大礼包 有药有物资 还有能源版 他这里的鲜肉的消耗还真的不少 系统内商城的食品区也有鲜肉买 但是韩清夏嫌贵 他记得是十几分一斤肉 太不值了 奖励他一千斤新鲜牛肉 看起来光是牛肉就值回了兑换积分的金盒 而他领完这个礼包 后面还有 金盒兑换区提示以后 每一千枚金盒解锁一个礼包 韩清夏今天一次性兑换了一千多枚 直接触发了下一个大礼包 韩清夏一鼓作气 直接领取了 第一 奖励精神系异能 韩清夏 韩清夏在听到这个奖励的时候 彻底惊呆了 金盒兑换大礼包 第三个礼包只有一个奖励 但是这个奖励竟然是 异能 稳健老练如韩清夏 都再次被系统的超大奖励 给震惊坏了 精神系异能 他上辈子就听说过 精神系异能者 那是异能者中的绝对强者 一万个异能者里面 都不一定能出一个精神系异能者 精神系异能者们 能看到其他异能者们身上的异能 他们的攻击是通过精神力 强大的精神系异能者 一个眼神就能杀死一个普通人 异能者里面的顶尖存在了 第一 检测到异能 异能是否宿主使用 使用 当然他自己使用了 还能给别人吗 韩清夏的大脑 立刻被巨大的东西捶了一下似的 和之前复制霍德木系水系异能不同 精神系异能非常痛 他的整个脑袋一片空白 等到他逐渐恢复过来之后 他发现自己脑海里的视野 有了全新变化 他看向自己身边的狗子们 狗子们身上呈现淡淡的红色 夏天身上的红色最浓 颜色越浓越危险 他似乎能感受到 这是狗子们的战斗力 他看向自己 感知到自己身上 有蓝色和绿色之光在游走 蓝色 绿色 是异能 原来这就是异能的颜色 韩清夏终于有了一个第一个 属于自己的异能 他在看着自己 今天获得这一大堆奖励品 茶打一体无人机 云南白药 急救完 一千斤猪肉和一百块太阳能光板 努力建设基地 未来可期 冲冲冲 韩清夏从防空洞里出去了 外面的徐绍阳也做好了饭 老大 今天做的是金酱肉丝和荷包蛋 韩清夏点了点头 冲他摆了摆手 杨子 进来一下 怎么了 是时候告诉你一些 你该知道的事了 徐绍阳 只见韩清夏拿出手机 对着身后的防空洞 摁了一个操作键 在徐绍阳的震惊之下 他看到了防空洞塔楼上 打开一个巨大的天井 一群无人机 从里面飞了出去 咱们基地的无人机 我搞的小玩意 徐绍阳 他不可置信地 看着天上飞的军用无人机 这 这 这该不是茶打一体无人机吧 操 神TM 韩清夏搞的小玩意 他 他搞出来的 徐绍阳在震惊过后 似乎又没法不信 因为这种级别的无人机 在外面根本买不到 而且这个款式 更是他从来没见过的 不是韩清夏自己搞出来的 都不可能 他这时不禁想到 韩清夏这里 其他军事级别的防御工事 哪一项都不是外面能做出来的 就拿他的装甲车来说 那绝对是徐绍阳 见过的最强装甲 没有之一 他想到这里 不禁震撼无比地看着韩清夏 他家老大 到底是什么牛人 简直无所不能 他对韩清夏的佩服 已然到了无法可说 四日 通红的太阳在地平线上升起 明亮温暖的光照 重新照在曾经创造过 无数奇迹的人类文明世界 只是 现在的人类世界 到处一片狼藉 再没有遍及各处清晨 就开始营业的早餐店 晨跑的人群 清理路面的饱节 以及为了生计 早早就奔波的人群 城市里有的只有 满街鼠不进的丧尸 和时不时出现的尖声嘶吼 啊 城市近郊的一处 超大工厂园内 一栋四层楼高 十几米的厂房楼顶 传来无比刺耳的尖叫 轰 这一声重响 一根不锈钢管子 重重砸在一只丧尸身上 将那只冲上来的丧尸 重重砸下去 然而这个时候 已经根本守不住了 吼 呵呵呵呵 大量丧尸在一处 凸起的土坡上 层层叠叠地向上爬 他们经过一晚上的堆叠 踩踏着同伴的身体 终于爬到了工厂楼顶 第一只冒头冲上来的丧尸 被棍子敲下去 他身后却是无数 只抓上天台边缘的丧尸爪子 干枯锋利的爪子抓在边缘 一个个血肉模糊 猙獰可怕的丧尸头 逐一冒尖 他们饿了太久 灰白浑浊的眼睛 都不满了饿到几点的心红 要吃 要吃人 好饿啊 好 两只丧尸同时飞跃而上 哄 哄 八九个男人守在第一线 他们全力挥着手上的钢管 不遗余力地清退丧尸 在他们身后有十一二个女人 他们也都拿起武器 试图把天台边缘抓上来的丧尸的手给敲下去 他们身后没有退路了 这里是顶楼天台 身后的消防通道早就堵上去了 那里面更是密密麻麻的丧尸 无路可退 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天台顶上的人逐渐体力不支 下面的丧尸却是越爬越多 越勇越高 他们都是一群人 还很久没吃过饱饭 营养非常不良 可下面的是一堆涌动机一样的丧尸 哄 啊 一声尖锐的女生尖叫 一只男丧尸在他们防线后面冲了上来 他一只脚穿着最新款的AJ 另一只脚不知道把心爱的鞋子 不知道丢在哪里了 只剩下光秃秃的脚面 还被砍得前面一半脚掌 血肉模糊的脚一瘸一拐 但是他的速度明显比其他丧尸快 他跳上高台之后 连续俯冲 向着距离最近的女人冲去 眨眼间就把女人扑倒 张开缺了好几颗牙的嘴 眼看着即将咬下去的时候 一根钢管重重一飞 超大的力量直接把他的脑袋给打爆 老婆 李刚一把把女人拉了回来 老公 王芳全身颤抖的色缩在他怀里 这个时候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丧尸爬了上来 他们这个天台已经彻底失手了 别打了 爬到发电机顶上 李刚抱着他老婆 向着天台中间 唯一最高的超大发电机顶上爬 所有人看到 立马跟着放弃作战向上爬 等到他们都爬到发电机顶上时 天台已经彻底沦陷 丧尸们大量从地下爬上来 四面八方向着他们最后的一方栖息地围去 源源不断的丧尸 更是从没了反抗的缺口上冲上来 而他们的发电机只有两米高 面积还非常窄 所有人就跟一群无助的羊群色缩在一团 被密密麻麻无死角的丧尸包围 再也无处可逃 脚下的发电机 更是被丧尸们推散得摇摇欲坠 死定了 真的死定了 就在他们彻底陷入绝望之时 一道轰鸣声在寂静的工厂内响起 一辆强横的装甲车 再次出现在所有人眼前 这一刻 所有人都看直了 暴躁的装甲车一路横撵着零散游荡的丧尸 直奔他们这栋厂房而来 哄 装甲车一头冲在丧尸堆上 直接把这堆丧尸和下方搭建的土丘给撞飞碾平 立马 这堆丧尸楼梯被冲飞 半空中还在攀爬的丧尸们全都四散掉落 跟下雨一样 从空中飞下来 紧随着 一道超强力的水柱从装甲车顶部的悬窗飞出 一个男人立在瞄准口 掌心汇聚出无比浩大的高压水柱 向着其他丧尸飞去 水柱所过之处 丧尸横倾一大片 悬在半空中 抓着同伴们身体的丧尸更是全都被扫干净 紧随之 轰轰轰 巨焰从装甲车车顶喷出来 一道火攻 一道水攻 外加上装甲车在下面骚气的来回横脸冲撞 几分钟的时间 上千的丧尸堆快速被推平打散 开车的寒轻下只觉得 这TM才叫杀丧尸 高效 等到丧尸主力被清理掉之后 装甲车贴在厂房边上停了下来 车门打开 一群狗子们被放了出来补刀 穿上特有作战服的狗子们 头肚子全都被保护起来 他们无比凶猛地冲入丧尸之中 一口一个 一爪子一个 追着还活着的丧尸到处补刀 而装甲车的天窗彻底打开 一道超高升降梯从里面伸了出来 在盯上李刚王芳的震惊之下 两道人影 一男一女从下方跃起 冲到了他们的天台 他们是来救他们的 男人手上是源源不断的水柱 女人手上一把堂刀 看到丧尸就羞羞羞 两人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韩清夏的堂刀所过之处 就是丧尸身手分离 杀得丧尸翻滚 而徐少阳手上的刀鸭水柱 精准为他保驾护航 把他攻击范围之外的丧尸 全都清空 两人配合无比精准无缝的 杀到发电机前 十分钟的时间 李刚这些人身边的丧尸 全都没了 他们一群人 看着韩清夏和徐少阳两个人 全都跟看神明一般 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对吗 而且还是 特意来拯救他们的神明 你们愿意跟我走吗 韩清夏杀完天台上的丧尸 看着这些人道 这些人听到这里 瞬间 我建了一个基地 你们愿意跟我走的 就是我基地的居民 从今以后 我会保护你们的安全 在我韩清夏领地范围内 你们将是最安全的人 韩清夏一字一句 看着面前的人 这群人里面的李刚 第一个反应过来 那你要我们做什么 臣服于我 韩清夏单刀立在 他们所有人面前 我不能做到 让你们所有人的生活 都恢复成末世之前 但是 臣服于我 我会让你们 成为现在最幸福的基地居民 徐少阳跟个坚定的背景板 站在他身后 一股绝对强者的气息 从韩清夏身上而出 强者有着天然绝对的 吸引力和幸福力 只要眼前所有人 都不自觉向他靠近 你救了我们 我和我老婆愿意 李刚第一个同意 他抓起王芳的手 从发电机顶下来 他们没有任何理由 拒绝韩清夏 现在到处都是丧尸 他们根本没有地方可去 没有家可回 没有饭吃 没有工作 还要时时刻刻面临着 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丧尸 他们当然要去找 安全的地方定居 而且 要不是韩清夏把他们救了 他们都不可能活下去 他那么有实力 那么强大 就冲他的实力 他们也愿意跟他 不跟着他 他们怎么生活 李刚和王芳先下来之后 剩下十几人 也都争先恐后的下来 我们也愿意 我也愿意 我愿意跟着你 只要你保证我们的安全 给我们一口饭吃 现场几乎全部人都愿意 只剩下一对年轻女孩 我 我们想回家 其中一个女孩 对韩清夏道 韩清夏慵懒得抬眸 扫了他一眼 外面都是丧尸 你家难道就没有丧尸 他的话落下 两个女孩明显犹豫了一下 不 我们还是想回家 女孩道 韩清夏听到这里 不再有任何挽留 冷声道 想走就走 这两个女孩听到这里 如蒙大社一般 看了韩清夏和徐少阳一眼 快速向着墙边的梯子而去 其他众人看到这一幕 有些想要出声阻拦 但是最后也都算了 全都看着他们离开 至此 这一组一共18个人 留下了16个 他们在确定要效忠韩清夏之后 韩清夏的脑海里 传来一道提示声 第一 检测到16位居民加入 奖励1600积分 第一 检测到力量型天赋者 星号2 奖励特别属性 第一 检测到速度型天赋者 星号1 奖励特别属性 韩清夏接纳的这16人里面 有三个异能者 他只要接纳他们 他们的特别属性 就会复制到韩清夏身上 韩清夏立刻感觉到 自己身体发生了变化 他能清楚感受到 自己全身上下 有使不完的力量 而让韩清夏惊喜的是 对于重复的异能 系统也是叠加的 在原有基础上 再强化一倍 并不是有重复的 就当做一项 韩清夏收获这一批居民 喜提1600积分 外加三项异能 他非常满意地 看着自己的新居民们 同时系统确认了 他们居民身份之后 他们所有人 看向韩清夏的目光 忽然就增加了 仰慕清静之情 你们以后叫领主就行 是 领主大人 所有人亲切地 叫着韩清夏 韩清夏扫视着 现场所有的丧尸 所有人听命 清理一下丧尸脑子 把他们脑子里的东西 找出来 韩清夏随意 破开一只丧尸脑子 刀尖一条 从里面挑出一颗 米粒大小的金盒出来 大家看到这里 全都眼睛一亮 谁清理得多 上脚得多 有奖励 韩清夏再给他们一个鼓动 所有人立马开始了 抢人头清理 把收集金盒的任务 分配下去之后 韩清夏看向徐少阳 把工厂内丧尸 全都清理掉 是 他带着徐少阳 走到天台的通道口 这里的大铁门上 拴着厚厚的大铁链子 还是挡不住 里面拥挤得 如同杀钉鱼罐头的丧尸 他们隔着一道 拳头大小的铁门缝 嗷嗷嗷地在里面狂叫 看到徐少阳和韩清夏走近 他们更是兴奋到没有边 韩清夏手上的堂刀 对着铁链一砍 蹭得一声 铁链应声落成两截 里面的丧尸 如同出笼一般 疯狂地向着他们奔出 然而迎接他们的是 一道超强的高压水柱 水柱更是在触及 这些丧尸之时 快速散开 变成一颗颗的水弹造型 高压高速状态之下 水弹的威力堪比子弹 噗 一连串的水弹暴击 出来多少丧尸 命中多少丧尸 这要是让别的异能者们看到 全都要震惊到说不出话 这 这简直强到变态 现在的异能水平 普遍都是凝聚出小水球 小火球 小土包这种 像之前蓝韩清夏的 那个丁一的异能水平 都已经算是强热级的了 但是徐少阳抬手 就是强力高压水柱 更是随意掌控水的形态 这份掌控力 已然达到三级异能者 这就是韩清夏 天天给他喝进化液 增强出来的 而且还没有任何副作用 等到别的基地 开始推广进化液时 他们的战斗力 早就被韩清夏 给甩开一大截了 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进化液 还有一堆副作用 实力方面 根本没法比 徐少阳作为主力 里面冲出来一个击杀一个 快速把在安全通道里的 丧尸一清 韩清夏拿着刀 懒洋洋的在旁边 发现漏网之鱼 变上去不两下 很快 这条安全通道就通了出来 他让李刚等人 别忘了清理这里的金河 带着徐少阳 向着安全通道里面而去 他得要把这个工厂 里里外外的丧尸 都清干净 到时候 还要把这里也插上 他韩清夏的牌子 扩展成他的领地 这个县城的大工厂里面 有县城的大量机械 日后更能方便 他加工食物 这个工厂是他的了 就在他们下到第三楼时 韩清夏的精神里一震 在他的脑郁之中 清楚地感受到 一股比普通丧尸 强上十倍的能量 停下 韩清夏声音落下 徐少阳随之停下 轰 的一声 徐少阳前方的安全大门 被撞开 一只被咬穿肚子的丧尸 出现在了他面前 他和别的丧尸略有不同 灰白色的眼睛 带着少量的灵质 又是一只 三级丧尸 这只丧尸在扑空之后 抬起凶残的头丝后 看向韩清夏和徐少阳 吼 这是一只新鲜的丧尸 鲜红的浓血 从他嘴角流出 他脸被啃了半边 除了啃咬痕迹外 整张脸变形的厉害 好像脸朝下 被狠狠砸扁 摔得稀巴烂 白色的脑僵子 和黑红的分泌物 混在他的脸上 大滴大滴向下躺 他张开深渊大口 整颗丧尸脑袋 好似随时都要散架 血肉模糊的 跟恐怖片似的 更别说他的肚子 被整个掏空贯穿 见过丑的 没见过这么丑的 韩清夏看到这只丧尸 就觉得倒胃口 简直太残暴了 生前是经历过 怎么非人的对待 能惨成这样 再一仔细看 哦吼 好家伙 这是不是昨天 那个搞他们 然后反被搞的 吐息异能者 老大 是昨天那个 吐息异能者 变丧尸了 徐绍阳道 吼 丧尸丁一 恶狠狠地 看着韩清夏和徐绍阳 灰白无意识的眼神里 出现了丝丝的仇恨 像是有一点点 生前记忆一般 仇恨地 看着面前的敌人 他向着韩清夏 和徐绍阳扑去 轰 一道高压水柱 立马对着他的头儿来 轰隆隆 让徐绍阳意外的是 他身边的墙壁 轰的一声坍塌下来 挡在那丧尸丁一面前 徐绍阳的高压水柱 尽数都冲在了墙壁之上 紧接着 一道黑影快速向他扑过来 徐绍阳向身后一躲 紧接着轰的一声 一脚飞踹了过去 将那道黑影一脚踹飞 沿着楼梯间翻滚下坠 顶级特种兵的身手 让他面对任何意外袭击时 都能做到 身体远比大脑反应更快 哪怕是丧尸化的丁一 都进不了他的身 然而这时 徐绍阳脚下的楼梯 忽然开始坍塌 土快瓦解 钢筋坍塌 徐绍阳一脚悬空 整个人向下坠 好在韩清夏一把 抓住他的肩膀 一个大力就把他抓了上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楼梯继续塌陷 韩清夏都顾不上 把徐绍阳放下 扛起他向上方奔跑 他们没跑一步 身后的楼梯塌陷一步 轰隆隆的大块水泥块 整块整块的掉落 整个楼梯间 在徐绍阳的视野中 一层一层的往下他 他在水泥块缝隙之间 看到了最底下一道身影 老大 那个土稀异能者丧失化之后 还保留了土稀异能 并且加强了 我知道 韩清夏扛着徐绍阳 大步冲向天台 这时 他眼前最后一层台阶 全部集体崩塌 韩清夏一脚踩空 三楼的通道大门 这次轮到徐绍阳 抓紧韩清夏 他一手抓着三楼紧闭的 安全通道入口的大门 两条腿缠在韩清夏腰间 伴随着他们脚下 所有楼梯倒塌 一个倒挂金钩 把韩清夏送到三楼大门 那一条极窄的边缝隙上 他也随着一个利落 跳上边缝 哄 一整个安全通道全部坍塌 所有楼梯都没了 只剩下层层裸碰断的钢筋 和坑坑洼洼的墙面 此时 韩清夏和徐绍阳 两人都贴边利在安全通道的大门口 一条极窄 只能放下侧着利的半只脚掌 大小的边缝 他们脚下就是十多米的深坑 稍微一动 便是万丈深渊 而且要命的是 他们身后紧锁的安全通道里 还有丧尸 七七八八的丧尸 嗅到他们气息 扑撞在安全门上 血肉模糊的丧尸脸 和韩清夏就隔了一扇玻璃窗 紧贴在韩清夏眼前 这种感觉 真是要多刺激 有多刺激 但是丧尸丁义是土稀异能 他在废墟堆一躲 立马就找不到了 这个时候 他只觉得自己的水稀异能 在这里没有任何用 在这种敌人躲起来 还是对方的主战场 他根本耐对方不可 而他们现在非常的危险 面前是深渊 身后是丧尸 似乎没有破解之法 而这个时候 韩清夏闭上眼睛 他眼睛闭上之后 脑海中便迅速构建起他周围 这方土地的所有画面 强大的精神力如同雷达一样 向着能探查到的方向而去 在他的精神领域内 他周围的人是深蓝色 而他身后是十七八只灰白色的生物 蓝色是徐少阳 灰白色是丧尸 他继续将精神力向下蔓延 扩散 瞬间 更加庞大的画面出现了 他们脚下下一层 依旧有十五六只 最底层零散游荡的 七八只灰白色的丧尸 一只土黄色与众不同的丧尸 立刻出现在他眼前 阳子 十二点钟方向 准备 徐少阳忽然听到韩清夏的话 哄 他没有任何迟疑 向着韩清夏说的地方 汇出全力的一道水柱 瞬间 哄 强大的水柱 直接击穿那个柱子 一阵土崩瓦解 天花板坍塌 刚刚那只土系变异的丧尸 被这些东西狠狠砸中 正中间继续 韩清夏冷声道 徐少阳手上的高压水柱 再度向着正中间狂冲 水柱冲开一堆随时 击中了异能丧尸的脑子 在韩清夏的精神脑域内 那抹土黄色彻底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点非常小 但是亮的土黄色小金块 三级金盒出现 好了 韩清夏睁开了眼睛 他看着死的透透的丧尸丁翼 直接从三楼位置 抓着四周墙壁的钢筋和水泥块 摊爬下去 他灵敏至极 如同一只灵活的壁虎 从墙上爬了下去 下去之后 直奔丁翼的位置 把他的金盒撬了下来 徐少阳跟着他的脚步 也从没有楼梯的楼道间爬了下来 他看到这里 不禁再度对他家老大 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是怎么做到的 能一下子辨别出丧尸的位置 而且他家老大真是帅酷极了 下手准速度快 从来不掉链子 世上怎么会有他这么酷的女人 跟他做任务 简直不要太舒服 今天又是对韩清夏 崇拜加分的一天 他家老大真是牛 把这只三级的异能丧尸 给干掉之后 韩清夏和徐少阳 在一起把这个工厂 其他零散的丧尸 都给消灭掉 李刚等人给他们满工厂 捡丧尸金河回来 韩清夏不怕他们私吞 第一是因为他们 不知道这个作用 起不了私吞念头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 他有精神细异能 金河的颜色 他能感知到 这些人有没有私藏 他扫一眼就知道了 领主大人 这是你要东西 李刚把大家收集起来的 所有的丧尸金河 递给韩清夏 韩清夏扫了一圈 现场16人 他们身上全都没有私藏金河 韩清夏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一次 一共获得1208枚金河 外加一枚三级金河 你把所有人收集的金河统计一下 每个人收集了多少奖励 多少积分 积分 是的 你们跟我走吧 到我的基地 我会告诉你们积分怎么用 李刚等人听到这里 要带他们离开 他们顿时大喜 是 韩清夏在工厂里 找到一堆能开的汽车 工厂里的汽车太多了 基本上都是完好能开的 只是没有钥匙 不过这难不倒韩清夏 他倒过了几下 就给大家开了几辆车 足够他们乘坐 离开之前 他还搜刮了一遍工厂 在李刚等人的带队下 他快速找到这个工厂 所有生产的车间 这是整个A市最大的粮食厂 生产大量食品相关的东西 比如五常大米 倒米油 面粉 面条 白砂糖 宽面 种类不一而足 都是食品相关的 所有的加在一起 量足有十万余吨 韩清夏让徐少阳带着人 把工厂大门给重新修一下 将门头树上他韩清夏的名字 再挂一个韩清夏的旗帜 这个工厂就是他的领地了 而他自己则是快速 把工厂仓库里的食物一收 所有成乡成乡 已经打包好的食品 全都收进去 等到他把这个工厂的产品 都吸收空 他的空间也装满了四分之三 差不多就是一栋十层的大楼 每个角落都堆满物资 快要堆满 装得满满当当 这些粮食不说他自己 七八千的人吃一辈子都没有问题 韩清夏对此非常满意 而其他的机器和生产线 他暂时没有动 等到日后 他基地生产力发展起来了 再带着人过来加工食品 这些东西全都非常有用 今天是相当满赞而归的一天 收获了一个超大的食品工厂 外加十余吨的粮食 十六个人口 以及一千多枚金盒 他从大仓库里出来 门口的众人 也已经把大门重新修复了起来 韩清夏一声令下 所有人都上了车 韩清夏带着他们 往自己基地方向去 路上 所有人久违感受到一种安全感 好像是自己被保护了一般 他们这一条车队 在离开工厂道路 驶入主干道时 忽然听到外面传来惨叫 扑在一个女人身上 大口大口地啃食 还有一个女人正在卖力地奔跑 他看到了他们车队 飞速地向着他们奔跑求救 救命 救命 但是没跑两步 他就被道路两边的丧尸给扑倒 一口咬在了动脉上 王芳一眼就认出了惨叫的人 是刘玲和许文文 车里面所有人都看着两个被丧尸包围 直接生吞的人 全都冲在车窗边上 向外看又不敢看 那正是当时韩清夏问 是否愿意跟着他走 但是离开的两个人 他们俩的家里工厂不远 哪怕韩清夏提醒过他们 他们家也有丧尸 但是他们非不听 非要去 这一看 就是往自己家里跑了一趟 发现有丧尸 然后抓紧往回跑 可他们哪里能躲得过四面八方的丧尸 他们一出现就被四处 饿极了眼的丧尸们盯上 根本无处可逃 这两人在他们所有人眼前 被丧尸吞过吃掉 紧接着又在他们所有人眼里 开始抽动身体变异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全都看呆了 哄 打头的装甲车 一脚油门 暴躁地碾过两个丧尸堆 将弄面的丧尸 全都冲开碾死 为他们荡开一条安全大道 所有车沿着韩清夏 开好的路往回走 等到他们平安离开 那两堆丧尸群后 所有人这一刻 心里不自觉又增加了 一倍安全感 和无比强烈的庆幸 庆幸他们当时 毅然决然地跟随了韩清夏 没有像那两个笨蛋一样 还试图回家去 外面真的到处都是丧尸 根本没有一个安全之地 绝不能有一丝的侥幸 而跟着韩清夏 他跟他们说 只要在他的领地内 能让他们所有人安全生活 大家跟随着韩清夏的车 快速向着远郊而去 一行车队停在了远郊一堆别墅群中 韩清夏出现了一刻 9号别墅的住户立马跑出来 领主大人 你来了 韩清夏看到王又鸣和他老婆孩子 点了点头 他挥了挥手 让身后跟着的五六辆车上的人都下来 以后你们所有人就生活在这里 韩清夏看向王又鸣 你带着他们种植粮食 搞生产 生产是最基础的一切 而且粮食生产是基础的基础 有稳定的粮食产出 才能去考虑扩大别的生产种类 路得一步步走 王又鸣听后 立刻点头 好 大家都过来一下 我给你们讲一下基地的规则 所有加入我基地的居民 将使用积分制度 积分可以从我这里兑换食物 水 生活用品 以及各种工具 韩清夏将之前给王又鸣的清单表拿出来 他让王又鸣等下去 把这个贴在别墅区的公告栏上 上面有非常详尽的食物兑换积分比例 一斤大米一积分 一包盐一积分 一枚鸡蛋一积分 一斤猪肉十积分 一只活鸡五十积分 当然还有赚取积分的方式 回收比例也是一样 你们产出收获的一切作物 都可以向我兑换成积分 此外 击杀丧尸 获得金盒也有奖励 韩清夏把手上的金盒 给大家展示一下 李刚 刚刚让你记录了他们挖的金盒 按照一积分一个 给你们算上基础积分 而以后 你们自己猎杀找到的金盒 一枚金盒兑换十积分 李刚等人 大家瞬间就明白了 他们以后在韩清夏的基地 积分就是货币 而他们所有人刚刚收缴的金盒 每人在五六十到七八十不等 他们的基础积分 就是五六十到七八十 全换成粮食的话 能每人最起码能换五六百金 此外 你们所有人每天需要 向我缴纳十积分 作为居民税费 韩清夏将基地规定的框架指定好 这个税费 作为你们使用我领地内 拖欠满十天 将剥夺居民权利 没收一切财产 逐出基地 大家互相可监督 发现有逃税人举报有奖 他的财产将分一半给举报者 大家立刻紧张起来 但是相应的 只要是我领地内居民 都受到我的保护 我会给你们提供最安全的环境 在我领地内 你们可以自由生产 像末世之前一样安全 并且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给你们发放福利 自古渔民便有五竹 渔民 弱民 贫民 辱民 贫民 渔民是统一民众思想 让所有人只认同一个中心 韩清夏要统一他们的思想 认同他韩清夏的带领 生活在他领地内的居民 必须要跟他想法一致 一起发展基地 此为渔民 弱民是指 要做到基地力量强大 而居民个人力量弱 不能出现 可以挑战基地权威的组织 比如说 昨天韩清夏遇到的丁义那伙人 他们由丁义带领 抱团在一起 全都跟刺头一样各怀心思 韩清夏是绝不可能要他们的 否则收那么一伙刺头进来 是嫌他的基地太平 招点人进来搞事吗 弱民就是弱化手底下人的势力 分化他们的抱团 让他们各自独立 但共同组成他领地内的一部分 韩清夏现在收归而来的民众 全都是松散的个人 他们是临时抱团在一起 没有真正带头的人 话语权最重的李刚 也没很大的号召力 韩清夏一接收 大家更愿意信任他 这样的群体能收留 削弱居民力量 掌控所有人都不能影响基地 此为弱民 而贫民是让居民每天有事可干 因为一个目标 让他们整日奔波 比如韩清夏给他们安排的积分制度 每日每人需要上缴时积分 作为基地生活费用 达不到就会产生利息 连续几天达不到就将驱逐出去 让全民生产 以积分为所有人奔波方向 此为贫民 辱民则是韩清夏后面说的 举报监督制度 让民众之间互相监督 让他的惩罚有高效执行性 这样大家都会小心翼翼 认真践行劳动 遵守规则 而最后的贫民 贫民是使民众贫乏 剥夺或除基本生计之外的余才 像末世之前 社会一堆一堆的月光族 所有人忙碌一生 都很难继续个人财产 绝大多数的工资 只够维持生活开支 想挣更多的钱 却没有门路 此为贫民 使民众一生奔波 无暇顾及其他 当然 对于韩清夏这种出生的小基地 所有人都贫得不得了 根本没必要贫民了 现在要的是发展 大力发展 建设基地 他指定的十积分一天 足以让大家都劳动 而且如果勤快一点 继续起自己的财富 并不是难事 当然 他作为基地的领主 要保障所有居民的安全 和任何情况下的 全面支援帮助 以及一部分福利 在他掌控之下 只要这些居民都勤劳生产 他能给到这些人的 将是所有基地里 最好的待遇 在前期 我会给你们免费提供种子 工具 一切你们需要的东西 我让王又明一家 带着你们先开始 搞种植和养植 基地税费 暂时为你们减免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 所有人都需要向我 缴纳积分 韩青夏对现场所有人道 大家听后 全都惶恐又感激地 看着韩青夏 他给他们提供安全和领地 重新带领他们 走上正规平静的生活 还给他们一个月的缓冲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种植枣熟蔬菜 是可以实现丰收的 足够让他们 衔接上正常的生产生活 更别说他们现在 还有基础的几时积分 足以让他们这段时间 很好的生活 更因为韩青夏的鞭策制度 让他们所有人都干尽十足 要知道 一条巨龙如果只能给人类 带来风调雨顺等好处 那么人类不会感激他 只会将他沦为人类的耕牛奴隶 但是巨龙有雷霆震怒 和毁灭一切的能力 人类就会把他当作神明 玉民之道 在于恩威并失 韩青夏就是这些人眼中的神明 对了 领主大人 我们基地应该要取个名字 我们基地叫什么 这时 王又民问道 韩青夏略微思索了一下 对着所有人道 剩下基地 以后 你们所有人都是剩下基地的居民 所有人听到这个名字之后 全都精神一震 看向韩青夏的目光 瞬间变得无比虔诚 而这时 他脑海里传来了系统的声音 第一 超级领主系统开启 领主领地命名成功 第一 开启繁荣度 当前繁荣度60 奖励居民忠诚度提升10% 基地产量提升10% 韩青夏 接连两个奖励发放 又使用又给力 系统牛啊 韩青夏看到解锁的全新属性值 基地繁荣度在他的积分数和经合数后面 打开繁荣度界面 能看到上面的详细属性 当前基地居民19人 基地守卫1人 基地战犬16条 领域面积约41平方公里 种植面积30亩 当前繁荣值60 乡徒小村 韩青夏 乡徒小村这个称号会不会太伤人了 繁荣度由各项数值共同组成 称号升级将解锁大礼包 韩青夏看了一眼他下一个等级 繁荣度500 城乡结合部 很好 怎么不得冲一个城乡结合部 嗯 一切为了剩下基地荣耀 向城乡结合部进发 韩青夏离开了这片居民区 他让所有居民 自己找居住的房屋 只要是他领地内的住房都可以 因为现在技术有限 韩青夏暂时以登记方式 把大家积分登记一下 一是两份 两边都记录 如果想兑换物资 和王佑敏家说一声 第二天让王云朵过来呢 条件有限 很多东西都在摸索阶段 韩青夏的人手也不够 暂且只能这样 为此 他给了王佑敏一家一百积分作为补贴 以后他家的租金也按照十积分扣取 不需要每天送产出 把所有人员都安顿下来 给他们发放一批种子 让王佑敏带着种植一下 韩青夏便离开了这里 路上 徐少阳一直不时在看他 看什么 开着车的徐少阳认真道 我觉得老大是很优秀的领导人 韩青夏 突如其来的马屁 该不会是想要工资吧 他看着徐少阳 思考了三秒 一咬牙 行吧 你跟着我干活最多 是该给你点工资 以后每个月给你一百积分 想要什么找我兑换 徐少阳 他吃得一声倾笑 怎么还嫌少 一百积分够多了 换成粮食一百斤 韩青夏立刻扒了手指跟他算账 你别忘了 你是卖身给我的 我还包你吃住 管你拉撒 对你怎么样 还要多说吗 你要知足 行了 这是先这样 日后基地发展好了 再给你发点奖金 我累了 睡会儿 韩青夏打着哈欠假装睡觉 想再涨工资 门都没有 将死扣贯彻到底 徐少阳看到他闭眼睡着了 抓着方向盘稳稳地开车 冷冰冰的脸上浮起一片柔和的笑意 他哪里是想要工资 他是真的觉得韩青夏很优秀 和韩青夏相处月九月这么觉得 他看起来凶巴巴 对外又很又坏 但是对内 好得不得了 一旦被他认定成自己人 他会豁出一切保护他们的 给他们最好的生活 韩青夏的优秀不来自于外表 而是他骨子里的强大 跟着他这样的人 绝对能过上好日子 他们的基地一定会强大起来的 徐少阳安静地开着车 稳稳地把车开回了基地 韩青夏回到自己房空洞之后 数着自己今天战利品的宝贝们 赵舅先把一级金河兑换一千进去 兑换了之后 外加他今天的领地拓展 占领了一个工厂 他现在的积分高达15万 以及金河大礼包 金河大礼包暂时不开 他搓搓激动的小手 先把同样价值10万积分的一套雷达系统 给对话了出来 搜的一声 他二楼塔楼后方再度拓展出一片面积 随之几个雷达站出现在他防空洞最顶上 一整套雷达系统在他的二楼 系统出品的雷达系统 将会自动根据韩青夏的领地拓展 而增大探查面积 领地内所有的异常 将会全方面被他监控 并且报警给韩青夏 远比他的领地连心更精准 而且他还和韩青夏的 查打一体无人机系统联合 韩青夏在发现哪里有异常之后 直接把坐标传给无人机 让无人机过去击打侦查 不再需要他自己跑来跑去 韩青夏的领地安保力量再度加强 此外他浏览着显示商品 惊喜地发现了一套电子统计系统 就是类似食堂的饭卡系统 水卡系统这些统计系统 这套产品标注了领地必备产品 而且只售价100积分 只不过成员卡每张都需要一积分 韩青夏果断下单 又花了100积分买了100张成员卡 他缺的正是这个 以后他基地成员每个人一张身份积分卡 扣积分赚积分都非常方便 再也不用他自己登记 程序系统自动记录 领主系统果然是打造优秀领主 非常知道韩青夏所需要的东西 没一会儿 这一套东西就出现在了韩青夏面前 上面每一张卡都印了剩下二字 其实这种设备并不难弄 末世之前 很多程序员都会写这个程序代码 再弄个感应器 芯片卡就能弄出一整套系统 但是现在是末世了 他上哪里去找程序员来给他开发程序 还得找设备芯片来 而且系统给的 简直不要太完美 身份卡漂亮 系统又快 还不会出bug 简直太棒了 得到这套积分系统之后 韩青夏立刻把现有的19名成员信息 录入进去 同时上面还有他们各自的积分 明天让王云朵带回去发给大家 至此 他的剩下基地的雏形是真的大家好了 把居民积分搞好之后 韩青夏将三级金盒通过进化液机器 炸成进化液 他把三级金盒的进化液喝了 又给徐绍阳搞了一只一级丧失金盒的进化液 看着这只进化液 瞧 像他这样的好老板 全世界都没有第二个好吧 还想涨工资 门都没有 那 给你 做完饭的徐绍阳 看到韩青夏递来的一杯水和一张卡 他没有半分犹豫 接了过来喝了下去 味道一如既往的甜 他老大给的水就是不一样 这是什么 徐绍阳喝完水看着卡 你的身份卡 从今期你是剩下基地正式居民 里面有100积分 徐绍阳接过自己手上的身份卡 他的编号是 剩下基地的第二个公民编号 徐绍阳握着这张卡片 看着这个编号 心头忽然一暖 002 这是他在韩青夏心中的地位吧 仅次于001韩青夏自己 这种感觉很微妙 韩青夏把他当做最亲近的人 所以在这末世中 他俩是真的相依为命 可以互相依靠 韩青夏把他的位置放得这么高 那么以后 他也是他最亲近的人 这时 韩青夏对着啃骨头的夏天吹哨 天歌 过来 发身份牌 汪汪汪 夏天放下骨头奔过来 韩青夏拿出一张穿好绳的身份卡 放在夏天作战服的卡槽里 还记了个节 上面赫然是001 徐绍阳 夏天是001 不然呢 那 那老大你呢 我000了 徐绍阳 神TM 还有000 竟然是他肆浅了 此外 韩青夏还把他的狗子们 也都安排了身份证件 从0031直到 每只一条定制狗牌 上面挂着韩青夏剩下基地的标志 放在他们作战服的卡槽里 对韩青夏来说 狗子们跟人没有任何区别 都是他的战友 而且是更值得信任的战友 他们必须得拥有剩下基地的身份卡 一晃两天 韩青夏这两天一直在忙基地建设的事 建设和管理基地是一件非常复杂麻烦的事 尤其是基地建设前期 他需要给居民解决水源 电源 基础物资等等问题 之前只有王佑敏一家 他们需求小 缺什么人忍就行 现在居民增多 形成村落 基础民生必须要解决 韩青夏把之前开奖品 获得的100块太阳能板 安装到别墅区内 给居民们提供了稳定电源 这一片的电力输出得到了解决 而且以后这里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把电话到防空洞 不需要王云朵天天跑来跑去 水源的话 这一片还是联通的供水公司 之前王云朵一家都是收集雨水 现在人多了 雨水是肯定不够的 韩青夏组织大家挖井 使用联通他防空洞水源的水系 它的水系是经过系统强化 非常安全 水源问题得到快速解决 水源和电力两大基础民生提升 韩青夏的居民 对韩青夏的忠诚度直线上升 归属感也跟着提升 跟着韩青夏日子越过越红火 再就是资源兑换这一块 韩青夏的人手实在太缺了 天天来回跑兑换东西 浪费劳动力 他给基地安排的集市 除了最基础物资外 每个月初一十五 他会统一过来 给大家开个基地集市 把生活物资拿出来统一交易 所有人可在那一天使劲买买买 非常紧缺的资源 大家可以联系王云朵 让他到他的防空洞来兑换 他的领地依旧不允许任何人进入 为此韩青夏喊给这个小丫头 安排了一辆小自行车 现在是特殊时代 所有人都需要从事生产工作 小孩子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源 再就是韩青夏给王云朵免税 当做工资 这可不能算欺负小孩子 资源匮乏时代 所有人都得有用 像上辈子韩青夏所在的小基地 小孩子全都当大人用 大人当奴隶用 根本不存在什么保护孩子老人 如果你没有劳动能力 只会被基地一脚踹开 基地不需要只能当累赘的废物 小孩子也得做事 但其实 要是外面基地的人 看到他们剩下基地里 大家劳作的程度 那真的都得挤破头的要加入进来 别的基地现在都已经乱象横生 大量难民涌入基地 食物匮乏 资源紧张 一群人就是想争一口吃的活下去 都没有门路 他这里的小孩子有事可干 还有积分拿 简直就是世外桃源 人间圣地 在他的安顿下 别墅区附近的土地开垦了出来 土豆红薯等产量大生长七块的作物 已经种植下去 所有人真正的开始了生产劳动 他的基地真正步入了正轨 韩清夏基地的繁荣值 直线提升了30 乡土小村越来越有样子 等到作物收获 大家手上有了资源 基地的繁荣度就会越来越高 经过这两天的管理建设 韩清夏终于可以喘一口气 但同时 他也感觉到了 他现在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人手 他的人手太匮乏了 只有一个徐少阳远远不够 徐少阳帮他把防空洞打理起来 就已经盲目过来了 他现在每天还要再提早起来一小时 把防空洞里外收拾一遍 菜地里更多的菜到了收获时候 很多果树也开始结果子 徐少阳还要做饭打扫 伺候防空洞上上下下 以及时不时被韩清夏 叫去居民区那边 生产队里的驴都没他能干 就这还是韩清夏有了 雷达系统和无人机系统的帮助 领地内有油荡丧尸入侵 都是无人机去消灭的 否则就他和徐少阳两个人 真的忙不过来 这个时候 韩清夏脑海忽然传来一道声音 第一 超级领主系统开启 攻占A市西部联合药业研发厂 奖励宿主电子管家 韩清夏 真是瞌睡送枕头 最强辅助就是系统 系统很少发布任务 但是每次都是强力助攻 杨子 出门 是 正在洗碗的徐少阳 立刻把碗一冲 二话不说站起来 拿起装备就出门 韩清夏的话就是命令 执行就够了 韩清夏把地图导入他装甲车内 照就带上八条狗狗 留下夏天和七条看守防空洞 他们的方向是 A市西部 和B市C市交界地带的一处药业研发厂 车子行驶了两个半小时 在中午的时候抵达这处药厂 这处药厂非常僻静 周围几公里 只有这一栋孤零零的六层大楼 外立面是纯白色 门前的安保设施倒是极为先进 只不过这里也是没有人了 韩清夏等到到了这里之后 忽然觉得这个地方很耳熟 联合药厂研发部 总觉得在哪里听过